前言 我们常说时间是人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但我们很多人却在浪费时间 当你问人们为什么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或者为什么不去做更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 得到的答案往往是 我没有足够的钱 或者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有钱人通常会说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与朋友和客户在一起时 我最常听到的借口就是 我没有时间 即使是明显有很多时间的人 也会坚称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 因为经常听到人们说没时间 所以在完成了我之前的两本书后 我写了这本关于时间管理和效率的书 希望听者可以毫无压力地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并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许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 企业家或员工 有足够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时间就在那里 我们去寻找吧 你可能会问 好的马克 这很好 但是这里的效率是指什么呀 这里的效率是指 除了要学习 并使用常用的时间管理工具之外 我们还要了解 效率的内在游戏 它会检查你 包括你的态度 你的信念等等 而这就是真正的高效 我们将着眼于 让你更快乐地练习 事实证明 快乐的大脑更有效率 因此如果你感到高兴 在使用相同工具的条件下 你的效率会比那些处于中立 或悲观态度的人 高出20%到30% 这就是一条新消息 不是吗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 时间是无法管理的 一天就是24个小时 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一样多的 除非你能弯曲时间 我们能管理的 只是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时间 但是我还是会用时间管理这个词 因为我们一直在用这个词 书中可能会重复一些概念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惹人厌 也不是为了要填满内容 而使用不必要的文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许多概念是相互联系的 好吧 我承认我也希望通过重复 让读者能够更好的 记住最重要的概念 我没有用太多的感叹号 一些读者抱怨在 出众从改变习惯开始 那本书里感叹号太多 看我是很认真的 对待您的反馈的 那么为什么是效率呢 很简单 效率越高 拥有的时间就越多 我们往往忽视了工作中的效率 没有真正的分析过自己的工作过程 顶多只是尽力完成工作 并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的不出问题 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过程的重要性时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分析 看看我们在哪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并进行改正 最后我们就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工作 以及更多的事情 另一个问题是 人们往往不清楚 忙碌和高效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我们成长的环境中 人们鼓励我们忙碌工作 加班加点 而高效和有条理的工作 往往在被视为 没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甚至都还没有说要早点下班或准时下班 你可能一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却没有完成任何一项重要的工作 但是 一旦你开始追求结果 而不是忙碌 事情就会改变 这将产生巨大的不同 我的客户通常不到三十分钟或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段 他们通常是这里找一分钟 那里找三分钟 但是时间是可以累积的 你将在这本书中读到的工具和习惯 并不是新生事物 本书也没有提出新的秘诀 而且其中大部分你可能都知道 但重点就在这儿 光知道是不够的 如果你厌倦了没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厌倦了总是很忙 你就必须开始行动起来 利用一些工具来寻找时间 这些工具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 选择那些你觉得最舒服的 然后从那里开始 在一段时间内 坚持做这些事情并分析结果 你将学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常识 但是同样的 常识并不是常见的行为 或者像其他人说的那样 常识是所有感官中最不常见的 记住 改变你生活的是你每天做的事情 而不是你偶尔做的事情 在30天内养成你所选择的习惯 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看到被我指导的客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你这样做 你的生活也会改变 那么我们如何提高效率呢 在本书中 我们将介绍常见的时间管理技巧 如设定目标 有条理 优先级 计划和日程安排等 你将学会识别干扰 以及如何有效地处理它们 我们将知道什么是拖延 以及如何克服它 在第二章中 我将介绍一些 能赢得更多时间的简单的习惯 第三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跃升心态的重建 这可能比工具和技巧更重要 如果你的信念和态度不正确 那么所有的工具和习惯 都不会那么有效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信念和态度是正确的 那么你会看到惊人的结果 听起来还不错吗 那我们开始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第一章 开始赢在起跑线 我们先来聊第一节的内容 你有多自律 时间就有多自由 来 我们开始吧 之所以把自律和决心 作为第一章 是因为只有当你足够自律 并下定决心 要在自己的生活中 找到时间时 你才能变得更有效率 不要成为那些说 我想多读书 我想多锻炼 我想写本书 我想多到大自然里去走走 然后就不了了之的人 自律和决心 是一种性格特征 它将决定你是否能按照你所说的去做 从制定一份时间表并坚持下去开始 或者从提前计划好你的每一天开始 即使没有心情 也要去做你需要做的事情 不是很自律吗 别担心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训练你的自律 这就像锻炼肌肉一样 训练的越多 效果就越好 如果你的自律能力很弱 那就先通过给自己设定一些 可以达到的小目标 来开始训练吧 比如 每天写一千字 而不是写一本书 每周有一天一小时不接电话 起床后的90分钟内不看手机 社交网络和电子邮件等等 重要的是 你要信守承诺 信守对他人的承诺 也要信守对自己的承诺 不遵守承诺 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你会失去活力 更糟糕的是 这会影响你的自尊 只承诺你真正想承诺的事情 这可能意味着 更少的承诺和更多的不 但是 你已经获得了时间 如果你承诺了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信守承诺 说不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可能是较好的 时间管理技巧之一 本书将会有一个单独的章节 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来 进入下一节 设定目标 走出低效误区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 那么 你也许会高估自己 一周能做的事情 却低估了自己 一个月能做的事情 如果你一步一步来 并保持灵活性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可以完成一些 你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 这就像复利一样 越惨越多 每天进步一小步 岁月成就大事业 写下你的目标 这会驱使你 采取正确的行动 在提高效率的道路上 明确的目标 是至关重要的 你的目标 就像导航一样 引领你前进 但是 要跟着导航走 首先你要知道 你想去哪里 实现目标的第一步 是写下目标 直到三年多以前 我还不是一个目标设定者 并对此持怀疑态度 我开始写下我的目标 然后 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了 我变得更有效率 更专注 完成了几个月前 都无法想象的目标 把你的目标写下来 什么也比不了 致力于目标 实现目标 甚至超越目标的感觉 当然 写下你的目标 存在一定的风险 突然之间 你将要量化 你所取得的成就 和你未实现的目标 无论如何 都要有勇气去做 这样做 很值得 那为什么要写下你的目标呢 第一个 告诉自己 在一天五万到六万个想法中 写下来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第二点 你能够集中精力 关注那些能让你更接近目标的活动 而写下来的目标 能够让你专注于努力的方向 也可以让你做出更好的决定 第三个 你可以每天查看你写下的目标 问问自己 此时此刻 我在做的事情 让我更接近目标吗 还是我应该做点别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 迫使你采取行动 并帮助你 分清一天中 所有事情的轻重缓急 在开始设定目标之前 你必须清楚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准确并积极正面地 描述每个目标 然后把它们分解成小的 实际的 可实现的行动步骤 列出实现目标 所要采取的所有步骤 计算一下需要多长时间 来达到目标 为每一个行动步骤和目标 设定一个截止日期 如果你没有在设定的日期前 达到目标 不要担心 这只是一种专注于目标 和制造紧迫感的方法 在你的脑海中 为你的目标 建立一个清晰的愿景 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目标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看上去怎么样 听起来如何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 追求目标时 不但要奖励实现了目标的自己 更要奖励付出了努力的自己 如果你每天赢得十分钟 你就在进步 每天赢得十分钟 四个星期后 就将近两个半小时 这比现在所拥有的时间多 不是吗 我们来分享一些 有帮助的小事情 一 把钱包里放一张 写有时间管理目标的小卡片 每天读四到五遍 读得越多越好 二 列个任务清单 把你的行动步骤和完成任务 所需要的时间都列出来 并为每一项任务设定截止日期 三 我建议你每天每周每月 都要检查一遍你的目标 这会大大提高你的效率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话题 事前计划效率翻倍的秘密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 如果花一半的时间计划 你做事情的速度将会快一倍 或者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你就不会到达目的地 这些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但我们都知道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 你在计划你的每一天吗 或者 你只是处于飘飘复复 毫无目的的状态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呢 制定计划的习惯 改变了我的生活 也可能已经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 提前制定好你的日计划 周计划 甚至是月计划 这会帮助你分清 事情的轻重缓急 并安排好你的重要工作 我已经完全迷上了做计划 我会有规律地在周日下午 进行未来一周的计划安排 今天做好明天的计划 让我获得很多时间和内心的平静 怎么做呢 列个任务清单 把你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写下来 给清单上的每一个任务 设置一个实现 把这份清单放在你随时可见的地方 这会帮助你保持专注 还有一个好方法 安排整块的工作时间 我通常工作一个半小时 然后休息30分钟 如果是流动状态的话 那么工作三个小时 然后休息两个小时 问问自己 你明天想要做的五件事 是什么呢 选择能让你更接近 完成目标的事情和行动 并指定完成 每一个行动所需要的时间 不要忘记把空闲时间 娱乐时间和旅行时间 安排到你的日程表中 并为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预留一点时间 我们先来说制定每日计划 计划好你的一天 安排缓冲时间来应对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为你的午睡 休闲和娱乐 预留一些时间 记住 不要太忙于追求结果 再来看年度计划 把你的年度目标 分成季度目标 在三月底之前 你必须完成哪些事情 才能实现年度目标 再来看看阅度目标 每天关注你的周目标 为了实现你的阅度目标 和季度目标 本周你需要完成哪些事情 每天晚上看看你的日程表 看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以及接下来几天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样第二天你就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 并直接投入工作 而不是浪费宝贵的时间 去想该做什么 再有就是做记录 时不时地检查自己 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你是在集中精力 做自己该做的事 向目标迈进 还是分心了呢 记录下你所做的事情 会让你对自己的效率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同时也能帮助你了解 你为每一项任务计划的时间 是切合实际 还是过于乐观 我有一个朋友 他总是认为 他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完成任务 却总是花两个小时才完成 这样 他不仅每项任务 都损失了一个小时 每天很容易 就会损失三个小时 而且会因此情绪低落 持续的失败感 自然会打击他的自尊心 我的高效率的一大秘诀 就是 我总是给自己很多时间 来完成不同的任务 如果我认为 我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任务 我就会给自己两个小时 来完成这项任务 与上面例子中 失忆的朋友相比 我总是有足够的时间 并且能体验到 提前完成任务的成功和喜悦 收获奖励和幸福 你几乎看不到 我有压力 我们再来说一下 制定日计划和周计划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一 你没有时间去制定计划 那就 周日下午花半个小时 来进行下一周的计划安排 可以创造奇迹 二 你对自己的时间太过乐观 很难估计 你完成每项任务 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你总是需要 更长的时间来安排计划 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三 你没有为突发事件 或突发任务预留时间 而你的日程安排 每天都会因这些事件 而被打乱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期内容我们来聊一聊 要事为先 时间永远都够用 给事情按照轻重缓急来排序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东西 分开就行了 不幸的是 很多时候需要先处理 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 问问自己 明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这会帮助你集中注意力 让你在第二天早上 直接进入主题 那么我们如何区分 哪些事情是紧急的 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哪些事情是不紧急不重要的呢 当你想按优先次序 来划分你要做的事情时 有两种有用的方法 第一个是史蒂芬科维的 时间管理矩阵 也被称为艾森豪威尔法则 第二个是帕雷托法则 也叫做二八定律 我们先来说时间管理矩阵 史蒂芬科维介绍了 通过使用四个向线 来确定事情优先次序的想法 四向线法 允许你根据任务的紧急性 和重要性 对任务进行优先排序 根据你把任务放在哪个向线 你可以决定 这件事情是必须立即去做 还是可以推迟一些去做 第一向线是紧急且重要 第二向线不紧急但重要 第三向线紧急但不重要 第四向线不紧急也不重要 那首先我们区分一下 什么是重要任务和紧急任务 重要任务是指那些 直接有助于实现你的目标的任务 而紧急任务呢 是需要你立即处理的任务 如果不及时处理紧急任务 就会导致不良后果 尽管这些任务 往往与他人的目标相关 那以下就是每个向线的意义总结 第一个紧急且重要 应该提前预见的任务 它只包括那些需要你立即关注的事情 比如紧急情况 非常重要的期限 紧迫的问题 最后的准备工作 例如危机 客户服务 新业务 延迟的活动 健康问题 偿还债务等 第二个向线二 不紧急 但很重要 任务不是很紧急 但对将来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是你进行战略规划的地方 任何与教育 健康 娱乐 锻炼 以及职业相关的事情都可以 这里的任务 现在可能并不紧迫 但从长远来看 这个向线 是你可能想要 花费大部分时间的地方 你在这里花的时间越多 你在产生压力的向线 花的时间就越少 在向线二中规划的越好 将来在向线一中 出现的任务就越少 例如 准备 预防 规划 建立关系 自我发展 与家人度假 重要的社会活动 向线三 紧急但不重要 那些不重要 但又似乎很紧急的任务 都在这个向线 这一向线的活动 往往高度紧急 且令人心烦意乱 它们没有任何价值 更像是障碍 将这些任务最小化 删除 委派 或进行重新安排 如果是由别人引起的 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请礼貌地 拒绝对方的请求 我们总是感觉有压力 是因为 我们常常把 向线三的任务 和向线一的任务 混淆了 我遇到过很多 压力很大的客户 他们把时间 花在了向线三 却认为 他们处于向线一 一旦他们意识到 两者的不同 他们的生活 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例如 干扰 低效的会议 不必要的电话 报告 检查邮件 工作反攻 把时间浪费在 他人身上 那向线四 该如何去理解呢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 跟大家接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 我们继续来说 时间管理矩阵 向线四 不紧急 也不重要 如果你把大部分时间 花在这个向线上 那么 你要么就很快 被炒鱿鱼了 要么非常幸运 你还没有被炒鱿鱼 向线四 包含的任务和活动 绝对是浪费时间 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这些任务 很容易让人分心 把这个向线里的 所有任务删除 或者干脆 直接避免 比如说 毫无目的的上网 看电视 或YouTube的视频 在Facebook上冲浪 玩游戏 聊天 发信息 购物等等 那么 你的大部分任务和活动 无论是生活中的 还是工作上的 处于哪个向线呢 我猜 要么是向线一 要么是向线三 大部分人忽略了向线二 尽管这对于你的效率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你应该将花在向线二的时间最大化 因为你在向线二上花的时间越多 你在向线一和向线三上花的时间就会越少 这会极大的提高你的效率 你把你的活动和任务计划得越好 长远来看 向线一的事情就会越少 时间管理矩阵 可以帮助你检查某个特定的任务或活动 是否能让你更接近你的目标 一旦你这样做 你就会确切地知道 哪些任务和活动应该优先处理 而对于那些花费时间 却对结果贡献甚少 或几乎没有贡献的任务和活动 则可以稍后处理 我们再来说说帕雷托法则 二八定律 帕雷托法则是基于20世纪初的发现 20%的意大利人拥有80%的土地 这个理论似乎有些过时了 尤其是对于一个1%的人口 拥有99%的财富的世界来说 但还是让我们来试一下吧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好的自我实现预言的力量 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这一原则的有效性 直到今天它依然有效 帕雷托对这一比例进行了研究 并在他的花园里发现 20%的番茄植株产生了80%的番茄 我必须承认 我80%的时间都是在我房子20%的空间里度过的 通常是客厅和餐厅 如果应用于商业 这将意味着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中 正是这一点 80%的结果来自你20%的行动 80%的利润来自你20%的客户 80%的投诉来自你20%的客户 80%的销售额来自你20%的产品 那么你的哪些客户为你带来了80%的销售额呢 把你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他们身上不是更有效吗 20%的客户占了80%的投诉怎么办呢 拜托他们 不用处理他们的投诉 肯定会为你节省更多的时间 只要他们不是那些带来80%利润的客户 同样的道理 也适用于那些给你带来80%压力的那20%客户 如果他们没有带来80%的金钱 那就解雇他们 如果你能把精力集中在那些 用最少的时间赚到最多钱的项目上 你的生意以及你可用的时间就能够成倍增长 所以请坐下来 用帕磊托法则确定哪些项目阻碍了你的发展 哪些项目是你应该推动的 将二八定律应用到你的事业和个人生活的每个领域 问问自己以下问题 一 你应该在哪里投入更多的时间 二 你应该在哪里减少时间投入 三 你在哪些方面投入时间相对较少 效果却很好呢 四 你在哪些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却收效甚为 各位听友您还有哪些时间管理的秘诀呢 你又是怎样看待二八定律 以及爱森豪威尔矩阵的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下一集我们来说说 训练专注力 一次只做一件事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 训练专注力 一次只做一件事 提高效率的一个最重要的习惯 就是专注力 一次专注于一件事 会让你比一心多用时 完成的工作更多 我不知道是谁提出了多任务处理 对效率有好处的理论 但这是一个大谎言 帮你自己一个忙 马上停止多任务处理 多任务处理 并不能帮你赢得时间 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 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 你最好一次只做一件事 最新的研究表明 多任务处理实际上效率更低 没有什么比集中精力 做一件事情更有效的了 一些研究甚至暗示 多任务处理 实际上会让你的工作效率 变得更低 而且要小心 这会让你变得更笨 不管怎样 即使你认为 你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 实际上 你也只是一次做一件事 不是吗 你可能手头上有五项任务 但我肯定 你不会同时做五件事 你正在写一封电子邮件 然后停下来接个电话 挂断电话后继续写邮件 同事过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又停下来回答问题等等 所以不要再想什么多任务处理了 集中精力一次只做一件事 并且全神贯注地去做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批处理 批处理是提高你的注意力 和效率的好方法 这意味着 你会在一两个小时内 只专注于一项事物 在这期间 不允许出现任何干扰 或令你分心的事 不查看电子邮件 没有通知噪音 不上网等等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做同样的事情一个小时 你做这件事情的速度 会变得更快 把事情进行批处理 比如一个小时 只写电子邮件 一个小时只接电话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有成效的 而且会帮助你 更快地完成任务 因为这样 你会进入任务的流程 而且不用像你在任务之间 切换时 或者被打断时那样 浪费时间重新集中注意力 分析你的任务 看看哪些任务 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 我通常会将下列工作合并 计划 回复邮件 阅读 写作 电话 会议 家务 购物等等 接下来我们再探讨一下 先花五分钟 多赚一小时 你每花五分钟整理 就能赚一个小时 你太忙了 没时间整理 是不是 你桌上到处都是便利贴和堆积如山的文件 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时间 你都会整理的 对不对 很抱歉 我必须要告诉你 并不是因为你忙而没有时间整理 而是因为你没有条理 所以才这么忙 不幸的是 忙并不意味着你取得了成果 而办公室里桌子最乱的人 往往并不是工作最努力的人 研究表明 如今的管理人员 会花30%到50%的时间 在一堆纸中翻来翻去 寻找他们需要的文件 很可怕不是吗 所以呀 不堪重负的朋友 继续阅读 并尝试一些小技巧吧 因为他们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我曾经也是那样一种状态 但我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 扭转了局面 第一个 在你工作的前15分钟 先考虑该做什么 二 每周花一小时整理和归档文件 如果有什么事情 是你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的 那就立刻去做 如果需要更长的时间 就把它放在你的代办事项 或任务列表中 第三个 每天花15分钟 扔掉没有用的文件 并清理你的办公桌 把你不需要的东西都扔掉 四 把每天工作的最后15分钟 用来检查明天的任务 看看哪些任务是重要的 哪些任务是紧急的 五 整理你的电子邮件收件箱 删除你不再需要的旧邮件 如果不确定是否还需要 就把邮件打印出来 并归档 以为心安 六 正如一位IT技术人员 曾经告诉我的那样 删除旧邮件 不仅会让你感觉轻松 还会为你的公司 或你自己 节省一笔钱 因为堆积在收件箱里的 成百上千封邮件 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处理 这就意味着更高的电费 七 在你无法掌控自己的时间之前 不要接受任何新任务 八 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好 这样它就不会再困扰你 不用以后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 那整理和归档文件 需要哪些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继续分享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 先花五分钟多赚一小时 整理和归档文件 收集你所有的文件 并将其处理如下 一 如果你做这件事用不了五分钟 现在就做 二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就把它列入任务清单 三 完成后将其存档 四 如果文件是别人的 重新发送 五 如果是以后要用的 将其存档或者扔掉 你保存了多少文件 供以后使用呢 这些文件中 又有多少是你真正需要的呢 六 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点 扔掉它 再来说整理电子邮件收件箱 一 如果你需要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来回复邮件 现在就回复 二 如果可以委派他人去做 现在就委派 三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 就把它列入任务清单 四 创建文件夹 并立即将已完成的任务 移到其中 五 将你的电子邮件收件箱 作为代办事项清单 将已解决的任务归档 未解决的任务留在收件箱中 六 如果你不需要它作为将来的参考 请将其删除 七 取消订阅所有你不需要的实时通讯 遵循这些步骤 直到你的电子邮箱收件箱为空 如果你有很多邮件 那就先从上个月的邮件开始整理 并将其他邮件都归档到一个 名为旧邮件的文件夹中 我们再来说你的工作区域 一 把需要的东西放在手边 二 将文件夹按顺序放在旁边 三 保持工作台面干净整洁 四 把需要使用的物品放在净处摆放好 五 把不经常用的东西放在抽屉里 六 将工作分类 七 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让大脑也井然有序 八 每周花点时间整理你的工作场所 记住 如果你每天浪费五分钟找东西 一年就会浪费三十个小时 拥有或没有这段时间会有很大的不同 再来说 清理杂物 不用的东西就是杂物 而杂物需要清理 这都关乎能量 对工作有效的建议同样适用于家庭 如果你家里有太多不用的东西 就会消耗你的精力 如果你的精力不够 你的效率就会下降 可以从整理衣柜开始 以下是一些建议 一 如果一件衣服你已经一年没穿了 你可能就不会再穿了 二 当你觉得哪天会有用 或这让我想起美好时光的时候 就把它扔掉吧 三 日本整理学家 静腾玛丽慧 则更进一步强调 如果不能令你怦然心动 就扔掉它 我强烈推荐它的书 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 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清理杂物时 我通常会将一些物品免费赠送 这让我感觉更好 不知为何 我认为生活会为此奖励我 一旦你整理完衣柜 再把整个卧室收拾干净 然后继续收拾客厅 清理车库 最后打扫你的整个家庭和办公室 扔掉所有你不再有用的东西 衣服 日记 书籍 CD 甚至家具等等 我的一个客户 用一个周末的时间 就把他的公寓整理好了 他感觉好多了 轻松了许多 而且感到精力充沛 这帮助他实现了很多短期目标 从此一往无前 你什么时候开始整理呢 还记得吗 如果你不用到处找东西 你就赢得了三十个小时 而家里整齐的话 每年你就又可以节省三十个小时 这样我们就已经找到六十个小时了 继续 好天哪 这只是本书的开始 我们就已经每年赢得了大约一百个小时 请继续下去 关于这本书中的所有内容 不要以 那对我不起作用为借口 而不去做 至少坚持尝试两周 两周后 如果对你仍然不起作用 请写邮件 向我投诉 各位听友 那么关于本章 先花五分钟 多转一小时 我们就聊到这 下集我们来说 干扰横行 时间 当然不够用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说 干扰横行 时间 当然不够用了 你对你的工作 有多专注呢 或者换一种说法 你专注于工作 而没有分心 或不被打扰的时间 最长是多久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 时间并不是很长 我猜你每四到五分钟 就会分心一次 你有一封新邮件的提示音 有人评论了 你的Facebook帖子时 手机震动的声音 你妈妈的电话 微信消息等等 没完没了 有两种类型的干扰 会让你每天都无法工作 内部干扰和外部干扰 禁止所有的干扰 和让你分心的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失去的 不仅仅是被干扰 或分心的那段时间 同时 失去的还有你的注意力 研究表明 你需要七到十五分钟 才能重新集中注意力 有些人甚至说 重新集中注意力 需要二十五分钟 你每天有多少次 分心或者被打扰呢 十次 在最好的情况下 你会损失七十分钟 而在最坏的情况下 你会损失四个小时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有纪律性 和高效率的人 一天做的事情 比其他人 一周能做的事情 还要多 如果你想控制分心 你就需要培养自己的 自律能力 培养不让任何人 和事分散你的 注意力的能力 相信我 这样做 值得 处理外部干扰 是另一回事 这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 你毫无畏惧的 说不的能力 和意愿 我们来说说 说不的艺术 提前决定 你要怎么拒绝 对方的请求 并加以联系 当你告诉别人 你不能立刻帮助他们时 态度要友好 但是要坚定 而为什么拒绝 这个人的请求 要不要解释 由你自己决定 我个人的意见是 你不需要解释什么 搞笑的是 我总是在解释 直到有一天 我觉得没必要再解释了 你可以提供 其他的选择 比如回答 对不起 我现在帮不了你 星期五下午 我可以帮助你一小时 适者达成一致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找到可以接受的 折衷方案 如果你对所有的事情 都说好 那你将成为办公室里最忙的人 当同事们都回家的时候 你却要加班 周五晚上或者周末 你也会接到电话 他们怎么敢在周五晚上 或周末给你打电话呢 对不起 不是他们打给你 是你接了电话 从而间接地 向他们发出信号 你想什么时候 给我打电话 都可以 所以你必须设定界限 那应该如何应对 外部干扰呢 第一个 被同事或者老板打断 不要认为 每一份请愿 都是紧急的 花点时间想想 什么时候 是行动的好时机 如果是有效的干扰 请将其安排在 你的任务列表中 但不要让别人的优先事项 变成你的优先事项 如果是来自老板的请求 告诉他 把这件事放在首位 将会对你的其他项目和任务 有怎样的影响 并在必要时重新谈判 连续记录两周的干扰日志 写下是谁打断了你 二 电话中断 我知道 你必须接听每一个电话 否则你就会失去客户 赞助商等等 如果我每次听到这句话 都能得到一美元 然而在付诸行动后 我却从未收到过任何 关于失去客户的投诉 事实上 我的一个客户 甚至提高了他的销售额 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后面 你会读到更多 关于他的故事 那在应对外部干扰时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 接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我们接着来说 如何应对外部干扰 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 不是每个电话都接 也不要让电话到语音信箱 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影响 他们会给你留言或回电话 你会赢得更多时间 因为没有打扰的那一个小时 将是你每天最有效率的一个小时 你也可以把电话转到一位同事那里 这位同事会友好的告诉打电话的人 你正在开会 并帮忙留下口信 安排一个特定的时间处理外线电话 并将其进行批处理 以获得额外的时间 我们再来聊聊避免干扰 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主要区别 在于他们不分心的能力 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和我说 他们太忙了 经常加班 不知道如何赢得时间 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赢得时间 一旦仔细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 就会发现 他们每20分钟就会查看一次邮件 收到哪些人看了他们的Facebook 或推特的通知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网上冲浪 看YouTube视频 在Facebook上看猫咪的照片 那解决的办法 第一个 关闭网络浏览器 第二个 将电话转接 或者把听筒拿下来放在一边 第三个 关掉手机 或者至少关掉铃声和通知的声音 我通常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这样工作效率会更高 不会被打扰或分心 第四个 关闭电子邮件 不要经常去查看电子邮件 一天三次 每次半小时足够了 四 退出社交网络 五 设置固定的时间 登陆Facebook 推特等 并坚持遵守 六 关上办公室的门 做这些事情 意味着有一两个小时 你不会被短信或电话干扰 试一试 一旦你开始这样做 你就会爱上他 你会发现 你比以往任何时候 完成的事情都要多 每天只要一两个小时 就可以为你的效率提升 创造奇迹 如果你在家工作 好好想想 是谁让你分心 那些想和你一起喝咖啡 或者带你去购物中心的人 可能不会在月底 为你支付账单 而那时 你会希望能收回那些 因分心而失去的时间 去做该做的事情 另一个建议 不要打开电视 你知道的 一旦打开电视 你就没了效率 不过 你可以把电视 当做一种动力 如果我完成了 今天的计划 我会看最喜欢的电视剧 来奖励自己 最后 记得奖励自己 当你完成任务时 奖励自己 这实际上可以提高 你的专注力和效率 设立奖励 可以激励你快速完成任务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从早上 七到十点写书 我通常会让自己 休息两个小时 查看我的私人Facebook账户 看一集我最喜欢的电视剧 但是只有在上午十点前 完成任务 我才能得到这个奖励 我通常会用以下方式 奖励自己 会会有 小睡一会儿 看个电影或电视剧 享受泡泡浴 在海滩上散步 去海滩酒吧喝杯咖啡 读一本好书 玩一个小时的Xbox 这是需要自律的 一个小时即可不能再多 干扰无处不在 你无法摆脱它们 你所能做的 就是真正的善于识别它们 一旦你意识到干扰 就可以采取行动 重新集中注意力 这里列出了一些典型的 让你无法高效工作的干扰因素 看看你犯了哪一条 一 看电视 二 打游戏或者手机游戏 三 让别人打断你 四 每次收到电子邮件 都要查看 五 时刻留意手机 六 看着窗外 七 社交网络 八 浏览网站 九 看照片 十 研究 十 一 吃喝 十二 担忧 十三 回想过去 或者做白日梦 各位听友 哪些东西会打扰你的经历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聊聊 下集我们来讲 如何戒掉拖延症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我们来说 如何戒掉拖延症 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工作 但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却没有完成任务 或者没有看到工作的成果 那么你很有可能 拖延了重要的事情 不用担心 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拖延 即使是最优秀的人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拖延是时间的大敌 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减少拖延 这样我们就能够完成更多的事情 现在请认真阅读 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拖延了 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拖延 以及你用来拖延的方式 你就可以控制自己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比如把你不喜欢做的任务 外包出去 或者不要屈服于 你内在的破坏者的廉价借口 那如何发现自己在拖延呢 一 你再回避应该做的事情 二 把事情推到一边 希望他们能奇迹般的变好 而实际上却什么都不做 通常情况下呢 事情是不会自行好转的 而且很多时候 情况会变得更糟 第三个 你正在做一些 现在不需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不管你正在做的那些事情 是否重要 是的 你没听错 即便我们在做的事情 比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更重要 也是拖延 拖延呢 有很多种形式 分心 推迟任务 等待任务 圆满完成 把所有事情 留到最后一分钟 才去做 你是一个拖延者 完美主义者 还是一个容易分心的人呢 拖延症最常见的原因 是某种恐惧 害怕失败 害怕被评判 甚至害怕成功等等 即使我们因为懒惰 或缺乏动力而拖延 也可能是由一种 潜在的恐惧造成的 有时候 我们拖延的原因 就是感觉不知所措 无论何时 当你使用以下接口时 就要注意了 你可能在拖延 我太累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 我需要休息 我现在不想这么做 以后会想做的 今天太晚了 明天一早就去做 每当我发现 自己像这样说话的时候 我都会非常仔细地 观察自己那一刻 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的大脑 想要分散我的注意力 告诉自己 如果我的大脑 想诱使我拖延这项任务 那这个任务一定很重要 所以我要待在这里 完成它 而不是屈服于诱惑 在YouTube上 看毫无意义的视频 或者在Facebook上 看猫咪的照片 或者打扫房间 这虽然不是那么无意义 但却是一个拖延的好方法 所以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突然有一种 想要洗碗 打扫房间的冲动 我就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是在有意拖延 并赶快完成手头的任务 不幸的是 二十年前的我 并没有那么聪明 以前每次我复习考试的时候 我都强烈地 想要打扫我的公寓 有趣的是 这种冲动 总是在考试期间出现 而不是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 所以一年有两次 我的公寓超级整洁 而我的考试不及格 戒掉拖延症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呢 我们在下集当中接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 如何戒掉拖延症 容易分心的人会沉迷于 游戏 电视 互联网 或逛商场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玩游戏 那么你要看看 你应该做的任务是什么 分析你为什么不去做 下面是一些拖延症的借口 以及应对的方法 一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就是你当初听这本书的原因 对不对 我希望你已经找到了更多的时间 你开始列清单了吗 当你有了任务清单 就开始执行 行动永远是治疗拖延症 最好的两药 二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谁又不是呢 我们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可能永远也停不下来 但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呢 哪些任务会带给你 最好的结果呢 三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 当你面临太多的选择时 可能就会犹豫不决 不知从何开始 最好的办法是从最重要的决定开始 四 还不完美 这是危险的借口之一 它可以永远用来拖延 我认为完美主义者不是拖拖拉拉的人 因为他们看起来积极主动又有效率 但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完成你的书 网页或者你的项目 是因为它还不完美 那么亲爱的 你可能会遭受分析麻痹的痛苦 成为一个拖延症患者 对我来说 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是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仔细观察 付出更多的努力会有多大不同呢 你对完美主义的追求 是否会偷走你完成其他任务 所需要的时间呢 对于我们当中的完美主义者来说 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计算你的时间值多少钱 然后决定你所做的是否有益 如果你要工作十个小时 而不是两个小时来完成一项任务 你就是在赔钱 特别是当额外的八个小时 对结果的影响很小时 选择现在就完成这个项目 然后一路改进 比如软件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不是吗 五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天哪 如果我每次听到这句话 都得到一美元 那 如果你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来开始你的新业务 发布你的新产品 做现场活动 那么你可能会永远等下去 因为合适的时机 永远不会到来 你等待的来自宇宙的信号 也不存在 也许宇宙一直在向你发送信号 而你就是看不见 没有所谓的正确的时间去做某事 或者更确切地说 正确的时间永远是现在 我不知道是谁先说的 但是 等待合适的时间 开始做某件事 就像在你的车道上 等待所有的交通灯都变成绿的时候 再开车 拖延通常会导致内疚 焦虑 自我厌恶 甚至抑郁 它会损害拖延者的自尊心 和内心的平静 这个代价太高了 最糟糕的是你输了两次 你没有做你需要做的事 且因此而感到良心不安或者内疚 使得你也没能享受你正在做的事 做一个实干家 做需要做的事 然后开开心心地享受回望 我们再来说一下解决办法 1.对自己绝对诚实 如果你想拖延 问问自己 我拖延这项任务要付出什么代价 2.直接行动 行动是拖延症最好的解药 3.把注意力放在 完成你想要拖延的任务后 会获得的结果上 4.关注回报 5.与他人合作 6.给自己设定截止日期 7.分析划分和征服任务 8.早上先做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9.专注于能带来金钱的任务 希望大家都能够告别拖延症 那第一章的内容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 下一集我们进入第二章 进阶高效能人士的13个习惯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第二章 进阶高效能人士的13个习惯 现在就去做 争分夺秒 完成那封未写好的电子邮件 与那个讨厌的同事或客户交谈 以及与老板谈谈加薪问题 现在立刻去做 这个习惯会帮助你真正的把事情做好 我相信你知道完成一项任务的最佳时间总是现在 帮自己个忙 别再拖拖拉拉了 拖拉只会引起焦虑 大多数时候 你会发现那些拖了好几天 导致你焦虑不安的事情 其实只要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 之后你就会觉得轻松很多 因为你可以不用再去想它 无论你现在在想什么 不要等到明天或下周才开始 现在就开始 我向你保证 一年后 你会为你今天的开始而高兴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每一项 耗时不到五分钟的任务 比如回复简短的电子邮件 如果可以的话 进行批处理 给你妈妈回电话 给电话公司打电话 预约牙抑等等 现在就做 早上先完成那些令你不舒服的任务 我知道这很困难 但它会提高你一天的质量 因为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 如果你推迟它 你就会一整天都想着它 这会使你感觉到焦虑不安 压力重重 现在就做 然后就不用再去想它了 下午或其他低能量的阶段 适合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比如整理每日邮件 清理办公桌 轻松阅读 填写Excel表格 跟踪 归档等等 我们再来说 设定最终期限 跑赢时间 培养紧迫感 与时间赛跑 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好习惯 你可以给自己设定截止日期 假如你能足够自律 来认真对待 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 那就太棒了 如果不包括 你不想让别人失望 这个原因的话 举个例子 指导是如此有效和成功 那是因为大多数客户 都不想让他们的导师失望 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事情 因此他们每周 都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再来说说 惩罚还是奖励 有些人说 应该惩罚自己 没能按时完成任务 比如不看自己 最喜欢的电视剧 或者不出去 如果你读过我的其他书 你就会知道 我并不喜欢 任何形式的自我惩罚 为什么不奖励自己 在截止日期前 完成了任务呢 奖励自己 看自己最喜欢的电视剧 或者去看电影 视角略有变化 但却有了全新的前景 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选择权在你 再来聊聊 假期前的最后一天 还记得 假期前的最后一天 你突然把一切事情 都搞定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几个星期 都没有完成的任务 突然间就完成了 你必须马上 做出艰难的决定 而且 你负担不起 拖延的代价 所以 为什么不假装 每一天 都是假期前的 最后一天呢 还有哪些好的方法 我们在下一集 接着讲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 设定最终期限 跑赢时间 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定律指出 工作将被扩展 以便填满 可供完成工作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 给你多长时间 来完成一个项目 你就会用多长时间 来完成它 这就是为什么 你通常会在 第十三天的晚上 完成一个 为期两周的项目 如果你有三个星期的时间 做同样的项目 那么你会在 二十天的晚上完成 另一个原因是 最后期限 迫使你更加专注于 手头的任务 你能够把精力 集中在 最重要的事情上 并剔除任何 多余的活动 然后把事情做好 当你的一项任务 已经确定了 截止日期的时候 你就会保持 简短的电子邮件 和电话 然后突然间 就赢得了很多时间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 人们告诉我 他们没有时间 但紧接着 他们就会花 好几个小时打电话 曾经和我一起工作的 一位同事经常加班 但从未按时完成 他的工作 仔细看看 他的工作流程 他是一名物流经理 我注意到 当他预定了一辆运输车时 他会打电话 给每一个货运代理 这期间 会聊起他的生活 一聊就是二十分钟 而实际上 只要一封电子邮件 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他每天大约和五个货运代理谈 你自己算吧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和你的供应商 建立良好的关系 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你抱怨没有时间 不要一打电话 就是二十分钟 把电话时间 缩短到十分钟 甚至更短 五分钟 再来说说电话 当你接到电话的时候 要快一点说到点子上 拿起电话的时候 最好已经有了退出策略 要有礼貌 但要表明 你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例如 一开始就和对方说 你好 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我正在准备一个重要的聚会 我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或者类似的话 这很有效 当你这样说时 人们会更快地进入主题 电子邮件模板 也许是另一种 节省时间的方式 这里节省几分钟 那里节省几分钟 而这几分钟 会逐渐累积起来 接下来是挑战 给自己设定一些小挑战 比如 我会在一小时内完成这件事 看看你做得怎么样 再来说一下 忙碌的诅咒 很多人都以我很忙 作为没完成事情的借口 我得完成我的网页 这将是个很棒的网页 但是我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做 我心里构思了一本很棒的书 但我很忙 没有时间写 我有一个很伟大的商业想法 但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寻找其他的选择 在我有时间发送简历之前 我会再做一段时间 那枯燥无味的工作 以上的场景 是否似曾相识呢 不要再以时间为借口 开始更好的利用你的时间吧 学会把重要的事情做完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 或者说忙 直到你有了时间储备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 忙碌并不意味着 你是一个有成效的人 再来说说番茄工作法 这是弗朗西斯科·西里洛 创立的一种时间管理方法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比这个更让我印象深刻 这个方法简单而高效 将番茄时间设置为25分钟 工作25分钟 然后休息5分钟 这基本上是对前面提到的事情的 另一种处理方法 工作25分钟 专注工作 中途不受任何干扰 然后休息5分钟 四个番茄时间 也就是两小时之后 休息15到30分钟 番茄工作法 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 减少外部干扰和内部干扰的影响 当整个部门开始应用这个方法时 乐趣就开始了 我听说这样一个部门的效率 简直是爆发式增长 如果你有使用番茄工作法的经验 请告诉我 我总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更感兴趣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早起半小时解决所有难题 这是我每天最喜欢的时刻 我的晨间仪式对我的幸福财富和效率 有很大的贡献 仅这一仪式就可能会解决你所有的时间管理问题 一天中重要的时刻之一 是醒来后的30分钟 这使你的潜意识很容易接受 所以你在这段时间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你开始新的一天的方式 将会对你一整天的工作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敢肯定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日子 一开始走错了路 从那以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 或者相反 你一觉醒来 觉得一切都会如你所愿 然后就真的如你所愿了 因此 让新的一天有个良好的开端非常重要 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在醒来后的第一分钟 就陷入了匆忙 然后就这样开启了一天的生活 难怪现在很多人压力那么大 每天早上早起半小时或一小时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你每天起床后 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 而不是急匆匆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餐 甚至是在上班的路上吃早餐会怎么样呢 也许你甚至可以用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的冥想 来创造一个早晨的小仪式 如果你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你知道这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里列举一些晨间活动 试试吧 第一个 积极思考 今天将是美好的一天 第二个 感恩五分钟 第三个 十五分钟的安静时间 四 设想一下 即将开始的一天将非常顺利 五 回顾一下你今天的日程安排 重要的是什么 需要做什么 六 看日出 七 跑步或散步 八 写日记 一天的最后半小时也同样重要 你在睡觉前半小时做的事情会留在你的潜意识里 现在是时候做以下事情了 一 再写一次日记 二 反思你的一天 哪些事情做得很好 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三 今天做好明天的计划 明天你想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四 为第二天列一份待办事项清单 五 想象你理想的一天 六 阅读一些鼓舞人心的博客 文章 或一本书的章节 七 听能激励你的音乐 我强烈建议你在睡前 不要看那些有煽动性的新闻或电影 因为当你睡着的时候 你很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 这就是为什么听或看一些积极的内容更有益 提前计划好你的一天 并制定要做的事情清单 这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好处 且可以为你节省时间 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了 而且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工作重点是什么 第二天你就会非常专注地投入工作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勇敢说不 时间才能够用 说不 这是能极大的提高你的效率和你的生活的习惯之一 你知道吗 最成功的人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说不 以下是我的经历 当我不再想取悦别人 开始做我自己时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不这个字 当你内心是拒绝的 从而说了不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说是 在学会说不之前 我经常接受我不想接受的邀请 或者参加我不喜欢的活动 结果是 我的人在那里 心却在另一个地方 说实话 我并不是最好的伙伴 更不用说 我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对每件事都说是 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时间 因为决定你的时间表的是别人 而不是你自己 当我决定是 就是是 不就是不是 我感觉好多了 我接受的邀请少了很多 这已经弥补了很多时间 虽然一开始说步是很困难的 但结果就是 当我接受活动邀请或外出时 我的整个人和心都在那里 这对我的工作影响更大 你猜 当我答应别人的每一个要求时 发生了什么呢 我在工作中完全被压垮了 因为别人总是要我帮忙 我承担了很多额外的任务 通常是没人愿意做的工作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坚定我的立场 但最后我还是 说了声 够了 从那以后 对于所有的求助 我通常会回答 不 很抱歉 做不了 现在很忙 通过经常说步 你会极大的改善你的工作 和个人生活 实际上 你也会腾出很多时间 但是要确保 你说步的时候 没有负罪感 你可以向对方解释说 这并不是针对他个人 而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你仍然可以为你的同事提供帮助 但前提是 你有足够的时间 并决定要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 你会发现 突然间 你就掌握了主动权 现在你可能会说 但是马克 你这里建议的 可不是团队该有的样子 你说的对 但是也不能半途而废 因为你知道的 你的同事 会为你节省一天的时间 我知道你认识的那个人 每个办公室 都会有这样的人 当然 你仍然可以帮助你的同事 也应该这样做 前提是 你有足够的时间 如果我愿意 我会向有问题的同事 提及我只是帮忙 但我绝不想 把这变成我的工作 自私吗 是 但是请记住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是谁啊 没错 你才是自己生命中 最重要的那个人 你必须好好的 只有你自己好了 你才能很好地对待别人 从这个层面来说 你可以为别人做出贡献 但首先要做好自己 在你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之前 你总是可以争取一些时间 先说也许 如果你开始说不 生活会轻松很多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提前十分钟 时间绰绰有余 是的 这是一个有关时间管理 和提高效率的方法 可能更像是一种减压技巧 不管怎样 它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 提前赴约 会减轻你的压力 因为这样 你就不会总是感觉很匆忙 这样做 也许还能给你一些时间 回个简短的电子邮件或电话 我注意到 尤其当我提前十分钟上班的时候 我能够有时间坐下来 放松一下 看看我的任务清单 然后全速进入工作状态 而如果刚好准时到达 甚至有时迟到时 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分钟开始 我便感到压力重重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这样做 试试看 然后告诉我效果如何 提前十分钟到达 也是参加商务会议 午宴或晚宴的好习惯 有一句法国谚语 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我们让他人等待的时候 他便会想起我们的缺点 守时是遵守纪律 和尊重他人的标志 如果不守时 即使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你也可能会给人留下 有点无理的印象 当然 这也存在文化上的差异 例如 在西班牙和墨西哥 人们对守时持宽松的态度 而在德国 如果不守时 人们会认为你非常不专业 这很可能会毁掉你的机会 我已经把每次约会 早到十分钟 当成了一种习惯 不是为了显得特别有礼貌 而是为了我自己 早到十分钟 会让你感觉好很多 也会为你带来内心的平静 当你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匆忙 实际上 你有十分钟的时间 来整理思绪 为面试或会议做准备 相比在最后一刻匆忙感到 你会感到很轻松 早到十分钟 可以显示出你的专业和礼貌 试一试 看看它是否会给你的生活 增添色彩 我们再来说说 谨慎许诺 打出时间差 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间管理方法 它以一种卓越的方式 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使我的工作压力几乎为零 我工作的大部分压力 都来自工作的最后期限 我或者我们的企业 一直在苦苦挣扎 这使得我们的产品 被运送到客户手中的那些日子里 我们会非常紧张 压力很大 如果是在旺季 则每一天都如此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能及时送达 但是有时候 可能会晚几个小时 这时 我就必须得安抚那些 愤怒甚至歇斯底里的客户 直到我开始谨慎许诺 我发现 我们超过90%的延迟交货 其实只是几个小时的问题 所以在得到了老板的许可后 我开始了自己的交付计划 如果生产部给我的交货日期是4月5日 那我会告诉客户 交货日期是4月10日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在4月7日交货 客户不但不会像之前那样 因为迟交两天 便愤怒地威胁我们要扣款或起诉 反而会非常感谢我们提前三天交货 接下来的三年里 我们很快便将延迟交货率 从近50%减少到几乎为零 后来我发现 控制我们做事情的最后期限 还有一个作用 可以降低至少50%患冠心病的风险 一项研究发现 对他人给出的最后期限 感到失控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 要比普通人高出50% 你可以把它应用到你的整个生活中 当你的老板给你一个 需要三天时间完成的项目时 你可以告诉他你需要五天的时间 如果你四天就完成了 那么你就出测地完成了任务 如果你花的时间长一点 你仍然是准时的 对我来说这非常有用 在我作为一名员工的日子里 我从来没有在办公室 度过一个周末 当然你必须将此方法 进行个性化设置 使其适应你的工作场所和环境 我不希望你因为对老板撒谎 而被解雇 如果你正在为工作的最后期限而挣扎 试一下这个方法 并将它变为一种习惯 这绝对是值得一试的 我也把它应用到我的私人生活中 如果我知道到达聚会地点需要半个小时 我会告诉我的朋友 我将在一个小时内到达那里 然后提前半个小时出现 看到朋友们一张张开心的笑脸 同时我也表达了 你们对我很重要 我急着来见你们的心情 我不知道你的朋友和家人是怎么想的 但比起告诉别人 我半小时后就当 却在一小时后出现 我的朋友和家人更喜欢这种方式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关掉手机赢得更多时间 你觉得每次电话提示音一响 你就得查看手机吗 嗯 不必了 你的手机应该是为了自己方便 而不是那些打电话给你的人 给自己自由 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 让电话时不时地转到语音信箱 我知道你可能会失去一个客户 我的每一个客户都这么想 但是你猜怎么着 你也许不会失去客户 在你的语音信箱里 留一条好听的留言 就像常听到的那样 对不起 我现在正忙 不能接听您的电话 我会尽快给您回电 如果事情重要 他们会再打电话来 或者他们会给你留言 或者你会在显示屏上 看到他们的号码 然后打给他们 唯一糟糕的是 你没有在做完你正在做的事情后 马上给他们回电话 甚至忘记了这回事 我的一个客户 是一个压力很大的销售经理 我们就叫他史蒂夫吧 当他找到我时 他已经处于极度疲惫的边缘 他每天会接到60到80个电话 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他真正的工作 销售他的产品和拜访客户 因为他一直在电话里 解决每个人的问题 不断灭火 我为他列出了 可以在这本书中 找到的所有不同的时间管理方法 让他选择最适合的那一个 他决定 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 让电话转到语音信箱 并更改了语音信箱的留言 嗨 我现在不能接听你的电话 我会尽快给你回电话 如果有急事 请给我发微信消息 就是这样 一开始的两周呢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三周时 他的电话突然减少了一半 到他回电话的时候 人们最初要求解决的问题 有80%都已经解决了 一个月后 他就放松了 他认为他可能会接到更少的电话 因为假期快到了 三个月后 他不得不承认 他做到了 他掌控了自己的时间 不但如此 他还提高了周末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的质量 因为他没有总是想着工作 所以有时间 考虑可以和家人 一起做有趣的事情 此外 他还打破了2015年的销售记录 他预计 如果他决定 继续做这份工作的话 他的销售额 将会再增加20% 因为一家强大的竞争对手 向史蒂夫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销售团队 这一切 发生在他迈出第一步的 9个月后 这第一步就是 更改语音信箱留言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不要每次电话铃一响 就拿起电话 告诉自己 他们会再打来的 多年来 我一直这样做 而且并没有因此 失去很多客户 反而为自己赢得了很多时间 我还了解到 如果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电话 来电者不会放弃 可能会在三分钟内 打八次电话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陪伴家人更高效的秘诀 迈克福克斯说 家庭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一切 聪明点 学会听取过来人的意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各种研究证明 人际关系是预测我们生活 是否成功和幸福的最大最有利的因素 然而 当我采访领导和高管时 我们多数情况下 都是没有花很多时间 与家人在一起 或者是 当他们感到有压力时 首先就是减少和家人朋友 在一起的时间 而他们应该做的 恰恰与之相反 珍惜你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是给予你爱 和相互支持的永恒源泉 这会增强你的自尊 提升你的自信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会让你更幸福 更成功 在布朗尼维尔的 临终前最遗憾的五件事一书中 临终者较大的遗憾之一 就是没有花更多的时间 和家人在一起 却花了太多的时间 在办公室里 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现在就开始 为你的家人腾出时间 如果你有时间 和家人在一起 请全身心投入 信不信有你 这个习惯 也会让你更有效率 效率不仅 与你的工作有关 也与你如何度过 你的空闲时间有关 但与本书中 所有内容一样 你只有把它付诸实践 才能发掘这一点 我们再来说说 完美假期 完美的充电时间 你没料到会有这一点 是吗 和小说一样 休假不但不会破坏你的效率 反而能够提高你的效率 现如今 人们生活压力大 生活节奏快 放慢生活节奏 休息一下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休息一段时间 到大自然中 给自己充充电 首先在你的每周计划中 安排一些休闲时间 现在希望你可以 为这些安排腾出时间 如果你敢的话 整个周末都不要上网 看电视或玩电子游戏 如果这让你感到害怕 那就从周六早上开始 然后是整个周六 再然后是整个周末 我最美好的一个假期 是在法国南部 米迪海峡的游艇上渡过的 没有手机 没有互联网 没有电视 只有鸭子 船的最高时速是 每小时八千米 所以我们不得不被迫慢下来 你在海上漂浮时 几个六岁的孩子 骑着自行车 在英吉利海峡边的 自行车道上超过你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放松的了 你经过的村庄 有时候很小 甚至连超市都没有 所以 整个旅程归结为一个 唯一而简单的问题 我们到哪去弄吃的 不用担心 附近总会有一家餐馆 但最吸引人的事情 是自己在船上做饭 在港口享用晚餐 看日落 或者只是与大自然为伴 有一次 我们甚至在一个葡萄园中 吃了晚餐 这种体验极其珍贵 早上走进法国的一个小村庄 从城里唯一的面包店 买个法式长棍面包当早餐 日出几起 日落后 下两盘棋就睡觉 或者你也可以说 我们早睡早起 抽空到大自然中走走 不必是长途旅行 只要有机会 就到树林里 沙滩上 或公园里走一走 看看之后感觉如何 或者只是躺在长椅上 或草地上 望着蓝天 你上一次赤脚在草地 或沙滩上行走 是什么时候呢 你有没有意识到 放松 恢复活力 休息一段时间 这对你来说 有多重要 但愿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把它付诸时间 有了这个习惯 你的效率会翻倍的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小睡一下 找到更多时间 梅森库利曾说 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时 是时候小睡一会儿了 没有什么比小睡一会儿 更让人舒服的了 中午小睡一会儿 可以让你恢复精神活力 提高你的效率 我把午睡当作日常习惯 这样我就可以每晚睡六个小时 而不必担心睡眠问题 因为我知道 下午我会睡四十五到九十分钟 自从我改变了我的睡眠节奏 我就变得更加清晰 更加专注 而且更加清醒 我以前工作最紧张的时候 我便会去打个盹儿 效果非常好 当愤怒的客户对我大喊大叫时 我的压力要小得多 心情也平静许多 在寻找解决方案时 也更加专注和高效 有一段时间 我在附近公园里的长椅 睡了大约半个小时 后来我便把办公室的两把椅子 摆放在一起 就在上面睡觉 我觉得我的工作日 突然变成了两个半场 中午是中场休息时间 我开始下半场的时间 总是精力充沛 而且我也表现得更有成效 因为下午两到五点 午饭后特别疲劳的感觉 不见了 尽管听起来很荒谬 但如果你每天小睡 三十到四十分钟 你会找到更多的时间 你得到更好的休息 从而更有效率 我们再来说说 路上的时间不可忽视 如果时间是我们最想要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 如此糟糕地利用时间呢 你每天上班的路上 要花多少时间 在交通工具上呢 据统计 每个工作日要花费 六十到九十分钟 这意味着一个月内 通勤时间是二十到三十个小时 是谁说的 我没有足够时间呢 我刚刚为你找到了 二十到三十个小时的 阅读时间 比如当你在公共汽车 或者火车上时 或者在你自己的车里面 听有声书 如果你真的把这段时间 用来听CD MP3 或者阅读励志书籍 而不是用来听收音机里的 负面新闻 或阅读报纸上的负面新闻 你一年能学到多少呢 就像又上了一次大学一样 我们再来说 你是否最大限度地 利用了失去的时间 我在火车上做了很多事情 我的上一本书的内容 有一半都是在火车上写的 事实上 我现在正在往来于巴塞罗那 和我居住的 普雷米亚德马尔的火车上 写这一张的内容 我还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听励志演讲 或做引导冥想 或打开社交媒体 在超市排队的时候 我也可以浏览社交媒体 或简短回复一些电子邮件 这些都是我在高校工作时 不会做的事情 当我在火车上 浏览Facebook或网页的时候 我甚至常常将其视为 我自己的工作时间 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有 一边洗碗 一边听网络研讨会 一边看电视 一边叠衣服等等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你将如何最大限度地 利用失去的时间呢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尝试写日记 反思 被浪费的时间 这是对你的效率 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习惯 在日记中 写下并反思你的一天 也就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花几分钟的时间 来获得一些想法 重新体验快乐的时光 反思已经完成的工作 并把所有的事情 写在你的日记里 这样做你将会在每天早晨和晚上 获得更多的快乐 动机和自尊 写日记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在睡觉前 你会把注意力 集中在积极的事情上 这对你的睡眠和你的潜意识 都有好处 写日记会把你的注意力 转移到当天积极的事情上 并懂得感恩 它会使你的大脑 扫描过去24小时中 积极的事情 这将会让你更快乐 更乐观 从而不断产生惊喜 使你更有效率 来自积极心理学领域的 无数研究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研究表明 快乐的人 比那些中立或不快乐的 同事的效率 要高出20%左右 对我的客户和我自己来说 这个小小的练习 已经让我们的幸福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每天晚上睡觉前 试着回答以下五个问题 并将其写在你的日记里 一 我感恩哪些事情 写三到五点 二 哪三件事让我今天很开心 三 我今天做的特别好的三件事 是什么呢 四 我今天该如何做得更好 五 我明天最重要的目标 是什么呢 当你开始练习时 如果词句不顺畅 不用担心 像所有其他事情一样 通过练习 你会做得更好 如果你卡住了 什么也想不起来 那就再等五分钟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无需思考和评判 不要担心你的语言风格或错误 只管写下来 每天这样做 持续一个月 观察发生的变化 顺便说一下 这五个问题 也可以让你和你的配偶 及孩子 在晚餐时 进行一次愉快的交谈 我们再来聊聊 隔绝媒体操纵 获得更多有效时间 你想快速赢得时间 不是吗 这里有一条建议 可以让你赢得更多的时间 你每周有多少小时 是坐在盒子面前 也就是电视机前 美国人和欧洲人 平均每天花 四到五个小时看电视 一周就是28到35个小时 假设你把每天 看电视的时间 减少到一个小时 你就赢得了20个小时 是的 在YouTube币 或者iPad上看的也算 不看电视 除了可以赢得时间 还有另一个好处 看完电视后 你是否感到精力充沛呢 如果不是 那就关掉你的电视 为什么要让自己 对着如此负面性的东西呢 不要让自己沉浸在电视上 播得太多的垃圾之中 用健康的习惯 代替看电视的习惯 比如散步 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或者读一本好书 多年前 当我意识到 在去上班的火车上 听到或看到的早间新闻 令我感到不安时 我就不再看新闻了 我对自己说 我不能因为政客A说了什么 或银行家B做了什么 或者因为C发生了战争 就让自己带着压力去上班 就在我不看新闻一周后 我感觉好多了 一周之内 不要看新闻 看看你的感受如何 你仍然可以了解重要内容 因为你的家人 朋友和同事 会随时为你提供最新信息 面对大量垃圾信息 你应该有所选择 不 你不会因为不看电视 而变得无知 最近的一项研究 甚至显示了相反的结果 那些不看电视的人 实际上 比那些受每日新闻节目影响的人 更能判断现实 这才是新闻 不是吗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理由 停止看电视 或者玩手机 那就去读一本 关于媒体 是如何操纵我们 以及几乎所有事情 都是假的的书吧 控制你接触到的信息 确保它能为你的生活 增添色彩 与其看垃圾电视 不如去看一部纪录片 或喜剧 与其在车里 听新闻 不如听听有声书 或者励志逛盘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第三章 乐声 心态的重建 我们先来聊一聊 改变习惯 改变自己 在改变你的生活之前 首先你要清楚 自己的位置 以及自己的不足 你可能还记得 这份调查问卷 它出自我的书 出众 从改变习惯开始 原因很简单 每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 包括你的效率 都要从更好的 了解自己开始 无论 无论你的目标 和梦想是什么 请不要逃避 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些问题 越早开始越好 比如现在 这份调查问卷 这份调查问卷 也是我所有指导过程的起点 因此 即使你以前做过 也请花点时间 回答以下问题 也欢迎大家 把您的答案 分享在评论区 第一个 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第二个 在你生命的最后 你觉得最后悔 没有为自己做的事情 会是什么 三 如果不考虑时间和金钱 你想做什么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或者想拥有什么 四 你生活中的动力是什么 五 是什么限制了你的生活 六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 你最大的胜利是什么 七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 你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八 你会如何取悦他人 九 你会如何取悦自己 十 有哪些事情 是你假装不知道的 十一 迄今为止 你做过的最好的工作 是什么 十二 你怎么知道 这是你最好的工作 十三 与五年前的工作相比 你如何看待如今的工作 你现在的工作和之前的工作 有什么关系 十四 你最喜欢工作的哪一部分 十五 你最不喜欢工作的哪一部分 十六 你通常会拖延什么活动或事情 十七 你真正引以为豪的是什么 十八 你如何描述自己 十九 你认为自身行为中的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二十 此时此刻 你做出怎样的承诺 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呢 二十一 此时此刻 你会如何描述自己的幸福状态 能量状态 以及自我照顾能力 二十二 此时此刻 你会如何描述自己的生活 是多么有趣或开心 二十三 如果你可以一劳永逸地 将一个恐惧事物抛在脑后 那会是什么 二十四 你最希望自己生活中的哪个方面 能有一个真正的突破 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各位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说说坚定信念 时间无处不在 不要害怕生活 相信生活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 你的信念将帮助你 使其成为现实 如今 科学正在证明 威廉詹姆斯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情 你的信念 创造了你的现实 你创造了你所相信的 你的世界 就是你对现实的诠释 换句话说 你对世界的认知 是你心灵的体现 你的行为方式 是由你的现实地图决定的 而不是现实本身决定的 我们每个人 都是通过自己的信仰视角 来看这个世界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 没有足够的时间 想想会发生什么吧 这并非胡说八道 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和医学领域 有无数研究 证明了信念的力量 如安慰剂效应 皮革玛丽翁效应 和自我实现预言 这些研究表明 安慰剂效应的有效性 是药物的55%到60% 例如在1998年 纽约时报中提到的 毒蛤实验中 研究人员用一种无害的植物 擦拭受试者的手臂 并告诉他们 这是毒蛤 之后 13名受试者 全部出现了典型的 毒蛤疹症症状 而当研究人员 用真正的毒蛤 擦拭受试者的手臂 并告诉他们 这只是一种无害的植物时 只有两名参与者 表现出相应的症状 研究人员得出了以下结论 你的信念 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们的大脑 会按照我们的预期形式 那相似的例子还有哪些 还会有哪些更好的效果呢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 接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聊 坚定信念 时间无处不在 但是还有更好的效果 20世纪60年代后期 罗伯特·罗森塔尔 和利奥诺·雅各布森 到一所小学 对学生进行了一个 未来发展趋势测验 测试后 他们告诉老师 数据表明 一些学生 非常有发展前途 他们进一步要求 老师们要保密 不可以对这些学生 区别对待 也不可以到处宣扬 还说老师将被观察 年底 他们又做了一次测试 那些被确定的学生 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你可能会觉得 这算不上惊喜 有趣的是 那些学生 只是研究人员 在第一次测试中 随机挑选出的 一些普通学生 这证明了皮革 玛丽翁效应 如果我们相信 一个人的潜能 那么这种信念 就会使其成为现实 这也适用于 你的生活的 其他方面 你对同事 配偶 或孩子的期望 可以使这些期望 成为现实 所以 你最好总是期待 他人的最佳表现 罗伯特第二词 将信念定义为 我们对自己 他人 以及我们周围 世界的判断 和评估 信念是一种 习惯性的思维模式 一个人一旦相信 某件事是真的 即使不管是真的 还是假的 即便是假的 他也会搜集事实 来证明 它是真的 你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 取决于你的信念体系 所以 要找到时间 你就必须改变你 没有时间这一信念 一旦你开始相信 你有时间 你就会发现 它无处不在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你的信念 就像是一个 自我实现的预言 其中的工作原理如下 你的信念 影响你的情绪 你的情绪 影响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 影响你的结果 我曾与一些 有时间 却不自知的人 一起工作过 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上网 观看YouTube上的视频 或玩游戏 却十分肯定地说 自己根本没有时间 你没有时间 是你的信念 想法 和期望的反应 如果你想改变 就必须首先 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要知道 几十年来 人们一直认为 一个人不可能 在四分钟内 跑完一英里 当时甚至有关于这个主题的科学论文和研究 然而在1954年5月6日 罗杰·班尼斯特在牛津的一场比赛中证明 大家都错了 从那时起 已经有超过一千人 坐到了四分钟内 跑完一英里 我强烈建议 你放下自己的限制性信念 如 我没有时间 不管我做什么 我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我越干 活就越多 我总是不能按时完成 要树立一些 父权信念 比如 第一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 但我似乎总能找到时间 二 每天我都要完成我的工作 三 我可以完全控制我的工作日 而且总是有时间储备 四 我的工作效率很高 同时六个小时完成的任务 我用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接下来再问问自己以下问题 关于时间 我有怎样的信念呢 要改变一个信念 就遵循这个练习 并对自己说 一 这只是我对现实的信念 并不意味着 它就是现实 二 尽管我相信这一点 但这并不一定就是真的 三 创造与信念相反的情绪 四 想象一下相反的情况 五 要知道 信念只是你对现实的想法 并不是现实本身 六 每天花十分钟 忽略那些看似真实的事情 假装你的愿望 已经实现 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 感觉很放松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调动想象力 拥有无限时间 形象化是构建体验的基础资源 你大脑的潜意识部分 无法区分完美的想象和现实 这意味着 如果你投入的去想象 你是非常有效率的 并且连具体的细节都想到了 你的潜意识 就会相信 你真的是这样的人 然后你就会得到动力 机会和想法 这些将帮助你 把自己变成一个 更有效率的人 这听起来 像是在忽悠你吗 比如 单纯通过想象 就可以进行运动训练吗 实际上是可以的 有各种研究证实了 形象化的力量 早在80年代 托尼罗宾斯就与美国陆军合作 使用形象化的方法 大幅提高了 手枪射击手的表现 也有一些关于 使用同样的方法 来提高篮球运动员的 罚球命中率的研究 结果令你想象不到 如果你仔细观察运动员 你就会发现 他们都会预先在脑海中 将比赛的画面形象化 如果他对于最佳专业滑学者 一级方程式赛车手 高尔夫球手 网球运动员 以及足球运动员 都有效 他们都会在真正比赛的前几天 和前几个小时 预想赛况 那么 为什么不把它 用于实现你的效率目标呢 众所周知 像杰克·尼克劳斯 韦恩·格雷茨基 和格雷格里·洛加尼斯 这样的杰出运动员 都是以形象化的方式 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神经科学家通过新技术发现 当你想象某件事情时 例如吃柠檬 大脑中的神经元会被激活 就像你真的在做这件事一样 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效率目标 想象自己看到这一切 并将所有感官融入其中 闻到它 听到它 感受它 品尝它 想象自己 掌控着自己的一天 有足够的时间 做任何事情 你能感觉到 这是多么放松吗 你投入的情绪越多 它所带来的影响就越大 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做15分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看到巨大的成果 为你的每日形象化 腾出时间 可以是晨间仪式时 也可以是晚上睡觉前 我们再来聊聊 所谓时间多 就是能量高 要想富有效率 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这一章有很多关于如何提高能量 和如何变得高效能的建议 这似乎是常识 但这里再强调一次 常识并不代表常见的行为 你可能已经养成了这些习惯中的大部分 但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提醒了 看看你经常和谁在一起 吉姆罗恩曾说过一句名言 你是你最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值 从那以后 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讲习班和书籍都引用过这句话 事实证明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大量科学研究证明 情绪实际上是会传染的 据说 当你让三个陌生人待在一个房间里时 表达最多情绪的人会在短短两分钟内 就将自己的情绪传递给其他人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不管你是否愿意 当你感到焦虑或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些感觉都会对你的每一次互动产生影响 同样的 你也会瞬间被明显的消极人物影响 想象一下 如果花很多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怎样呢 如果两分钟内就会受到消极人物的影响 那么想象一下 如果每天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八小时 或者每天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 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幸运的是 积极的情绪也会有同样的影响 耶鲁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在一个小组任务中 指定该小组的一名成员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态度 实验过程全程录像 研究人员在会议前后 对每个团体成员进行情绪追踪 之后对个体和群体的表现进行了研究 猜猜结果如何呢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 接着聊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 所谓时间多就是能量高 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留下了一个结果 每当积极的团队成员走进房间时 他的情绪会立即传染周围的每个人 更重要的是 由于这个快乐的家伙的积极情绪 每个团队成员都提高了他们的表现力 以及他们完成团队任务的能力 在另一项实验中 安排成绩较差的学生 和成绩好的学生住在一起 结果成绩较差的学生的平均分 都有所提高 运动队也是如此 如果队里有一名快乐的队员 团队的表现力也会提高 队员越快乐表现就越好 因此 你最好选择花更多的时间 和那些能让你发挥出 最好的一面的人在一起 和那些激励你 相信你 赋予你能量的人在一起 而不是和那些 拖你下水的人在一起 远离能量吸血鬼 反对者 指责者 抱怨者 远离那些总是平头论足 说三道四 说人坏话的人 你身边的人可以激励你 使你获得勇气 帮助你采取正确的行动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拖累你 消耗你的能量 并让你在实现人生目标 和效率的过程中受阻 不要花太多时间 和那些整日无所事事 并想要你变得 和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 他们主要是为了 证明自己有多懒 让我们去吃三个小时的午餐吧 今天早点结束 去喝点啤酒 其实并不是反对 和朋友们喝啤酒 只是要你注意 这是为了社交 还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你总是和消极的人 在一起 久而久之 他们也会将你 变成一个消极 愤世嫉俗的人 他们可能想要 说服你留在原地 让你停滞不前 因为他们重视安全 不喜欢风险和不确定性 史蒂夫乔布斯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 淹没你内心的声音 如果你周围的人 总是想要说服你 你就很难成长和发展 不幸的是 拖累你的人 往往是你最亲近的人 因为他们想要保护你 那么 如果是你亲近的人 你会怎么做呢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自己 变成一个更出色 更有能量的人 幸运的是 情绪的感染是双向的 如果你很快乐 充满能量 你也可能会感染身边的人 如果你无法感染他们 随着你的成长和发展 消极的人 很快就会离你而去 因为你对他们而言 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们需要有人 分享他们的消极情绪 如果你不这么做 他们会再去找其他人 如果所有这些都不起作用 你就必须认真的 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是否应该开始 少花点时间 和他们在一起 或者干脆不和他们在一起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决定 我总是自动 把那些不支持我的人 从我的生活中分离出来 我从不后悔 尽管这并不容易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如果你的朋友和家人 不认为你完全疯了 你的目标就还不够大 这里有个小练习 列出你生活中 所有和你共度时光的人的名单 包括家人 朋友 同事 第二个 分析谁对你来说是积极的 谁会拖你的后腿 第三个 多花点时间 和积极的人在一起 别再去和那些 有毒的人在一起 比如指责者 抱怨者 或者至少少花点时间 和他们在一起 第四 选择与支持你的 积极的人 为伍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把你的身体 当作圣殿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健康最重要 如果你把以下这些小小的健康习惯融入你的生活中 你的效率可能至少会提高一倍 一 多吃水果和蔬菜 二 二 减少 减少红肉的摄入量 三 每天至少喝两升水 四 少吃 五 停止吃垃圾食品 六 早起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运动 我们都知道运动很好 但很少有人这样做 研究证明 每周运动三次对抑郁症患者的影响 与服用抑郁症药物的效果是一样的 令人难以置信吧 但还不止于此 运动者的抑郁症复发率只有9% 而服用药物者的复发率超过40% 如果我告诉你运动对你有多重要 我想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最好的借口总是我们有时间 有趣的是如果你花时间锻炼 你就会提高效率并最终获得更多的时间 这里列出了每周锻炼三到五次会给你带来的好处 一 让你保持健康 二 能帮助你减肥 从而改善你的健康 也能让你看起来更漂亮 三 让你感觉更好 拥有更多能量 四 提高你的自信 五 睡得更香 六 减轻压力 此外 研究表明 有规律的锻炼可以让人们更快乐 减少抑郁的症状 降低疾病的风险 比如心脏病 糖尿病 骨质疏松症 高胆固醇等 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 改善记忆力等等 最后 不要强迫自己去锻炼 要把运动当成一种享受 找一项适合你 并且你喜欢的运动 比如游泳 即使每天散步一小时 也会带来很大不同 我们再来聊聊 听你喜欢的音乐 听喜欢的音乐 是一种能让你 立刻感到快乐 和有动力的简单方法 这会即刻提高你的效率 制作一张你最喜欢的 音乐原声带来听 为什么不在你的iPad 手机或电脑上 制作一张播放列表 一共收听呢 这会大大提高你的效率 试试看 我不了解你 但是对我来说 听着音乐工作 会让我的工作状态更好 写作时 我会听古典乐或契乐 翻译时 有时我会听 我最喜欢的 Trust DJ的 充满能量的电子音乐 再来说说早起 早起一小时的第一个好处 是你每年 可以多转365个小时 365个小时啊 谁说我没时间呢 当客户来找我说 他们没有时间时 我问他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 他们看了多少小时的电视 这通常会让他们 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时间 那么停止看电视 而仍然没有足够时间的人 可以通过早起一个小时 来获得时间 日出前的早晨 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能量 自从我在早上五点半 或六点左右起床以来 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我通常在太阳升起前半小时 出去散步 这样在我回来的路上 我就能看到太阳从地中海升起 这让我处于一种绝对幸福的状态 这种感觉非常棒 因此 我感觉更清晰 更专注 更平静 更放松 从而轻松开持新的一天 对于那些不住在海边的人来说 从田野 森林 甚至大城市里 看到日出 也同样令人兴奋 去看看吧 然后告诉我 你的感受 这样开始你的一天 可以提升你的幸福感 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 早起的另一个好处 是它可以让你 更加自律 获得自尊 所有这些好处 都将对你的效率 产生巨大的影响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 所谓时间多 就是能量高 所有这些好处 都将对你的效率 产生巨大的影响 许多成功的领导人 过去和现在 一直是早起鸟俱乐部的成员 例如 纳尔逊曼德拉 圣雄甘地 巴拉克奥巴马等等 科学证明 每晚睡足六个小时 再加上下午小睡 三十到六十分钟 你的睡眠就足够了 你的精神状态 取决于你的睡眠质量 而不是数量 但你必须试着弄清楚 自己需要多少小时的睡眠 试一试吧 因为一旦你清楚这一点 就会极大的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别忘了 早起是一个新的习惯 所以需要花些时间来养成这一习惯 如果你早起后仍然感到疲倦 不要在第一个星期后就放弃 这个习惯至少需要三到四周才能养成 如果你无法做到提前一个小时起床 那就试试提前半个小时 记住 你对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的态度 想法和信念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我来说 如果要我在睡了七八个小时之后去上班 那么早上六点四十五分起床 是非常困难的 但在每一次假期之前 我通常只睡四个小时 还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 而且感觉整个人精神焕发 充满活力 最后 是起床 还是按下小睡按钮 由你自己决定 这取决于更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多的时间 对你来说 有多重要 我们再来谈谈阅读 马克图文说 不读书的人 与不会读书的人相比 没有任何优势 如果你每天阅读半个小时 一周就是三个半小时 一年就是182个小时 你会掌握很多知识 在指导培训期间 我最初写下的目标之一 就是多读 虽然不是很具体 但确实有效 那时候 我已经很多年没读过书了 现在 我平均每周要读两本书 在过去的两年里 我学到的东西 比我过去三十年学到的还要多 所以 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本书 如果你能用睡前读一本好书的习惯 来代替看电视玩手机的习惯 这除了可以令你心情平静外 还可以为你带来额外的好处 提高你的创造力 还等什么呢 列出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你要读的六本书 如果你不知道该读些什么 可以在我的主页中看到推荐 请现在就开始吧 再来谈谈休息 你可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休息 宁愿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以提高效率 再想想 如果你剥夺了自己的空闲时间 实际上这会降低你的效率 因为当你累了的时候 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你不仅会缺乏创造力 决策力也会变得更差 偶尔休息一下 看看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会发现你变得更有效率 建议你每小时休息五分钟 我通常在连续工作四小时后 每隔两三小时就休息半小时 再来聊一聊改变你的姿势 这是一项来自神经语言程序学的练习 改变你的姿势 你的想法也会改变 我告诉别人这一点时 他们通常认为我是在开玩笑 但在你把这当成无稽之谈之前 先试一试 当你感到悲伤和沮丧时 你通常会看着地板 肩膀低垂 变成一个伤心的人的样子 对吧 现在试一下这个方法 站直 傲手挺胸 你甚至可以通过抬头 来夸大这个动作 感觉如何呢 如果你微笑 大笑 傲手阔步 你会发现自己感觉好多了 像那样走路 是不可能感到难过的 不是吗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也越来越多 2009年 布莱恩 佩蒂和瓦格纳的一项研究 发现 坐直的人 相比没坐直的人 更有自信 艾米卡迪在TED环球会议上 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题目是 你的肢体语言塑造了你自己 讲的是他与哈佛大学的达纳卡尼 共同做的一项研究 研究表明 保持有力量的姿势 两分钟可以增加20%的高丸激素 和25%的皮质醇 也就是提高自信和降低压力 如果你有重要的演讲 聚会 或者比赛 只要摆出自信的姿势 保持两分钟就可以提升你的自信 降低你的压力 双手插腰 双脚开力 或者背靠在椅子上 展开双臂 保持这个姿势至少两分钟 看看会发生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艾米卡迪的TED演讲 你的肢体语言塑造了你自己 他在我做演讲 或在电台 电视上表演之前 给我带来了奇迹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庆祝小胜利 拥有更多时间 托马斯·皮特斯说 不要忘记庆祝自己取得的进步 在你提高效率 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意识到自己的进步也很重要 时不时停下来 庆祝一下自己的胜利 庆祝自己比上个星期走得更远 庆祝自己已经完成了 代办事项清单上的许多事情 庆祝自己周二有两个小时没接电话 并且在这两个小时里 工作超级专注 如果你想写一本书 没写两千字就庆祝一下 不要忽视小小的胜利 这将有助于你保持动力 完成的每个行动步骤 都值得庆祝 不必搞多大的排场 你可以在大自然中 散散步来庆祝 也可以休息一上午 去博物馆转转 或者一个人去看电影 或者和爱人在一起 方式多种多样 但是一定要庆祝 接下来我们说说掌控关系 避开低效雷区 科学证明 如果你相信你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你会更成功 也会更有效率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你会感觉更快乐 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会更有动力与追求 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事业 如果你是一个有控制力的员工 你会做得更好 会对自己的工作更加满意 只有一个人要对你的生活负责 那就是你自己 你是你的生活和效率的设计师 你不是你的老板 不是你的配偶 不是你的父母 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你的客户 不是经济 也不是天气 你是你自己 如果你在生活中没有时间 你就是在做错误的决定 不愿别人想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 就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 是你自己接起了电话 并不是别人总是给你额外的工作 而是你太害怕了 不敢坚定地说 对不起 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 让你分心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让他人分散了注意力 当你停止为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而责怪他人的时候 一切都会改变 对你的生活负责 意味着掌控自己的生活 并成为生活的主角 这是你能获得自由的体验之一 科学已经证明 相信你能掌控自己 你就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成功 而不仅仅是工作方面的成功 你会更快乐 工作压力小 更有动力 这是提高你的效率的最佳方式 有趣的是 心理学家发现 要想获得所有这些好处 与你是否真的拥有这种控制力 影响并不大 最重要的是 你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 你的信念 期望和态度 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体验 这一点也不奇怪 不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你要获得创造自己 想要的环境的能力 或者至少要决定在面对生活 呈现给你的环境时 你该如何行动的能力 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你所采取的态度 是你自己的选择 如果你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 而责怪他人 那么要怎样才能让自己找到更多的时间呢 所有其他人都必须改变吗 朋友 我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 如果你是主角 你就有能力改变生活中 你不喜欢的事情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 行为和感受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时间 也可以决定 花时间和谁在一起 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的现状 就请改变你的想法 情绪和期望 停止对他人的反应 开始回应 反应是自动的 而回应是有意识地 选择你的反应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 掌控关系 避开低效雷区 你的生活 并不是外部因素决定的 生活总会有意外 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 你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并不在外部 因为你有选择 你的成功只取决于你自己 你越早接受这一点越好 是的 好人也会遭到糟糕的情况 但是你仍然可以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 做到最好 可以控制时就采取行动 无法控制时就接受 最重要的是 不要在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受害者说 我生活中所有不好的事情 都是别人造成的 都怪他们 但是 如果你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那么你也不可能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问题是由外界造成的 那么解决办法也是外在的 所以 再说一次 即使你无法控制外部环境 不断带给你的刺激 你也可以自由地选择 自己将如何面对这种情况的行为 有受害者心态的人 只会做出反应 他们永远是无辜的 并且不断地将自己的生活尽于 归咎于他人 他们以过去为理由 将希望寄托在未来 希望未来会奇迹般地 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或改变那些制造麻烦的人 这样做相当冒险 因为几乎不可能 发生任何一种情况 生活的主角 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 他们会选择适当的行为 并对自己负责 他们把过去当作宝贵的经验 从中学习 他们活在当下 他们能看到不断变化的机会 决定并追求他们未来的目标 最重要的问题是 当生活把这些呈现在你面前时 你会怎样做 你会选择成为怎样的人呢 接着 咱来说说选择和决定 你的生活是你所做决定的结果 你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呢 从此刻开始 你要意识到 你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决定 掌控自己的人生 你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选择 都会对你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 你的生活是你过去所做的选择 和决定的直接结果 每一个选择都有一个结果 最重要的是做决定 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不重要 因为你很快就会收到 有助于自己进步的反馈 一旦你做了决定 就要接受它带来的结果 如果是错误的 就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并原谅自己 因为 这是你在当时已有的知识条件下 做出的最好的 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维克多·弗兰克 是二战期间 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的 犹太心理学家 他几乎失去了整个家庭 只剩下一个妹妹 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 他开始意识到 即使是纳粹的监狱看守 也不能剥夺他的 终极人类自由 他们可以控制他的外在环境 但这样的环境 最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发现在刺激和反应之间 有一个小的时间空间 在其中 他可以自由选择他的反应 这意味着 即使你不能控制 生活呈现给你的环境 你也可以在面对这些环境时 选择你的反应 这样做 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换句话说 伤害我们的 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而是我们对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的反应 最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应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选择 你想要更多的时间吗 那就在以下几个方面 做出更好的选择 身边的人 计划工作的方式 帮别人什么忙 接哪些电话等等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要怎样做 才能变得更有效率 怎样才能找到更多的时间 而你要做的 就是决定 把这些知识 应用到生活中 没有任何借口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微笑的信号 高效助推力 笑一笑 即使你不喜欢这样做 微笑可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健康状况 人际关系 还有你的效率 事实证明 每一点小小的快乐 都能提高你的工作绩效和效率 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 今天起 就开始有意识地微笑吧 大笑和微笑 对健康非常有益 科学已经证明 每天大笑或微笑 可以改善你的精神状态和创造力 所以多笑笑吧 每天至少看一个小时的喜剧 或者有趣的节目 让自己开怀大笑 一旦你养成这个习惯 你会感觉好很多 感觉充满活力 试试看 堪萨斯大学的塔拉克拉夫特 和萨拉普雷斯曼博士的研究表明 微笑可以缓解压力反应 无论你的内心是否快乐 微笑都有助于减缓心率 降低压力水平 事实证明 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生理机能 反过来 你的生理机能状况 也会影响你的情绪 微笑会向你的大脑发出一个信号 告诉你一切都好 下次当你觉得有压力 或不堪重负的时候 就试试微笑 然后告诉我是否有效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微笑 就用牙齿咬住笔或筷子 模拟微笑的表情 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微笑动力 那就去看看 韦恩大学关于微笑的研究吧 这项研究发现了 微笑与长寿之间的关系 微笑可以长寿 当你微笑时 你的整个身体 都向世界发出 生命是伟大的的信息 研究表明 人们认为微笑的人更自信 也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信任 人们喜欢和微笑的人在一起 微笑的其他好处还有 释放血清素 使我们感觉良好 释放内肺态 降低疼痛 降低血压 增加清晰度 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拥有更积极的人生观 试着在微笑的时候 做一个悲观主义者 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我们再来说说 激发潜意识 你就是高效能人士 威廉詹姆斯的话很有道理 如果你想拥有一种品质 就表现得 好像你已经拥有了一样 假装表现得 好像你已经很有效率 表现得好像 你已经拥有了高质量的生活 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高质量的工作 如果你想变得更有效率 你就必须开始表现得 好像自己已经做到了 像高效能人士一样说话 像高效能人士一样走路 摆出像高效能人士一样的身体姿态 你的潜意识 无法区分现实和想象 充分利用这一点 表现得就好像 你已经拥有了某种力量 某种性格特征等等 在神经语言编程训练中 这被称为建模 要想成功并富有效率 一个好方法就是观察和模仿那些 已经成功并富有效率的人 如果他们做到了 你也能做到 如果你仔细观察 最成功的人 往往也是最有效率的人 这非常有用 实际上我就是这么做的 我运用了高效能成功人士 在他们的书和演讲中 提到的所有技巧 而变得富有效率 看看我 六七年前 我没有什么效率 也没有什么条理 而今天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效率的书 开始假装 看看会发生什么 假装直到你变成自己 想要的样子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心态好的人 效率都不会太低 你的态度决定一切 包括你的时间管理 它能极大的改变 你看待事物的方式 也能改变你 面对事物的方式 如果你接受游戏规则 你在生活和工作中 遭受的痛苦就会减少 人生是由欢笑与泪水 光明与阴影组成的 你必须接受那些糟糕的时刻 改变你看待它们的方式 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 既有挑战也是机会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也要看到生活中积极的一面 每件不好的事情背后 都隐藏着一些好的东西 只是有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发现 花点时间回顾一下 你的伴侣离开了你 你感觉被摧毁了 但是今天的你拥有了新的爱情 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幸福 一笔生意失败了 但是今天的你很高兴 因为一个更好的机会出现了 记住 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反应 你对事情的反应 决定了你的生活 生活中有是快乐 有是悲伤 而快乐与悲伤 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态 许多年前 所有成功学老师和积极的思考者 都是这样说的 如果生活给了你一个柠檬 那就加点糖 把它做成一杯甜美的柠檬汁 年轻的读者可能会说 如果生活给了你一个柠檬 你可以要一些盐和龙蛇蓝酒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啊 请允许自己犯错误 并从中吸取教训 承认有些事情自己并不知道 你要敢于寻求帮助 让别人的帮助带给你惊喜 把你生活中所做的事 和你想做的事区分开来 从现在开始找回你的生活 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 这是你应得的 我们再来聊聊 不要输在说话上 托尼罗宾斯说 唯一能够阻挡你 去获取你想要的东西的事情 是你一直在告诉自己 为什么它不属于你 注意你的言语 不要低估言语的影响 言语的力量非常强大 我们如何描述我们的经历 会变为我们真正的经历 你可能在生活中 遇到过言语伤人的时候 不仅和别人说话时 会有这样的情况 和自己说话时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的 这个小小的声音 在你的脑海中 就是那个刚刚问 声音 什么声音的声音 言语会影响你的表现 也会影响他人的表现 和心态 还记得皮革马利翁效应吗 你对自己或他人的期望 是通过你的言语传递的 你的言语 不仅对你的结果有影响 而且对你的朋友 同事或家人的结果 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 你整天对自己说什么 你就会变成什么样 你内心的对话 就像催眠师 不断重复的暗示 你是不是经常抱怨 没有时间 你在跟自己说什么呢 如果你总是说 自己永远没有时间 恐怕你的生活 真的会变得如此 反过来 如果你说你总是有时间 并且是一个高效能人士 你就会反映出这一点 外部环境也会随之改变 当然 光靠说话是不够的 你必须采取行动 运用一些 你已经学会的 时间管理技巧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继续来说 不要输在说话上 内心的对话 对你的自尊心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要小心 你描述自己的方式 比如 我很懒 我是个灾难 我永远也做不到 我就是不能 按时地完成任务 或者我个人最喜欢的 我累了 当然 你越是告诉自己累了 你就会越累 注意你内心的对话 是非常重要的 你与自己沟通的方式 会改变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 会决定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决定你的行为 这最终会影响你的结果 和别人对你的态度 保持与自己积极的对话 例如 我想要获得极大的效率 我想要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上帝 我很好 因为你的潜意识 不理解 不这个词的意思 他会把你说的话 图像化 不要幻想 知道吗 我敢打赌 你只是在幻想 再重复一遍 请专注于你想要的 记住 你的话语 尤其是你问自己的问题 对你的现实 有很大的影响 我告诉我的客户 永远不要告诉我 或他们自己 没有时间 而是要问 我怎样才能找到 更多的时间 或者 我怎样才能 完成更多的工作 如果你问自己 怎么做 你的大脑就会寻找答案 并想出答案 好在你可以通过 改变你的语言 来改变你的生活 以一种积极的方式 和自己交谈 并开始问自己 不同的问题 为什么要等呢 现在就开始 问自己不同的问题吧 强大的两个字 如果 爱德华琼斯说 我们的期望 不仅会影响我们 看待现实的方式 也会影响 现实本身 永远期待 最好的 生活并非 予取予求 但它一定会为你 展开期望的图景 你期望成功吗 还是你把 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 担心失败上了 你对自己 和他人的期望 来自你 潜意识里的信念 这对你的成就 有着巨大的影响 你的期望 会影响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会影响你的效率 也会影响你 采取行动的意愿 以及你与他人的 所有互动 我们中的许多人 都清楚这一切 但大多数人 在问自己 最喜欢的一个问题 如果 什么什么 会怎么样时 想的 都是消极的结果 我们通常关注的是 如果行不通 怎么办 如果马克写的东西 不管用 怎么办 如果我不能 完成工作 怎么办 如果我总是 找不到时间 怎么办 然而 这感觉一点也不好 这是我们总是 把注意力 放在我们 害怕的事情上 为什么不反过来 问自己 如果成功了 会怎么样 如果效果好 会怎么样 如果这本书 改变了我的生活 会怎么样 如果这东西 管用 会怎样 如果我按时 完成这个项目 会怎样 如果我终于 有时间了 会怎样 只要调整一下 问问题的方式 就可以改变 你自己 你的能量 和你得到的答案 这会改变 你的想法 和你的内心对话 突然间 你开始在脑海中 问一些 积极的 如果问题 而不是消极的问题 改变你的想法 的好处是 一 可以减轻 你的压力 恐惧和焦虑 二 让你感到更平静 三 提升你的能量水平 四 让你成为 自己经历的创造者 试一试吧 你刚才读的时候 感觉如何呢 列出你所有的 恐惧和消极的如果 然后 把它们全部 变成积极的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第四章 如何成为 时间管理高手 别再疲倦的时候 选择继续 倦带会悄悄地 潜入你的生活 如果你注意到 自己有以下症状 你就要小心了 第一个 你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完成的事情 却越来越少 二 你睡得不太好了 三 你开始讨厌 自己所做的事情 并质疑自己 是否值得这么做 四 你整天坐在电脑前 最后却发现 自己什么也没做 五 通常只需要几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现在 却需要几天来完成 有动力 在生意或事业上 投入大量精力 和慢慢的精疲力竭之间 只有一条细微的分界线 所以 一开始 你甚至注意不到这一点 当你发现 你只是日复一日地 投身于工作 却失去了工作的乐趣时 你可能已经处于 这条线的交叉点上了 问问自己以下问题 一 你失去热情了吗 二 你现在做的事情 比以前少了很多吗 三 你没有了想法和动力吗 四 对你来说 早上起床去上班很困难 甚至可以说讨厌吗 如果你对其中的一个 或多个问题的回答 是肯定的 那么你就要注意 自己是不是太累了 许多人认为 为了自己的生意和事业 他们必须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 一天都不能休息 周末也不能 但不幸的是 这正是通往倦怠的快车道 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时不时地休息一下 和周末放个假 并不会损害你的效率 反而会提高你的效率 不要再一周工作六十个小时了 不要以为一旦你成功了 就可以不用再长时间的工作了 现在开始 缩短你的工作时间 休息一下 这样你会更快的取得成功 我敢打读 如果尽可能多的 使用这本书中的技巧 大部分读者都可以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减半 当然 你必须努力工作 但想要富有效率 你可能不需要投入那么多时间 只需要充分利用时间 投入时间和浪费时间 是有很大区别的 时不时地休息一下 会让你精力充沛 之后你能完成更多的工作 你也会变得更有创造力 能够获得新的想法 变得更快乐 因此可以更好的 应对你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我甚至可以说 不休假 就是浪费工作时间 当你发现你的工作量 没有达到预期 发现自己总爱忘事时 或者感觉自己 只是盯着电脑屏幕 好几个小时 却什么也没做的时候 就该休息一下了 那应该如何防止倦怠呢 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保证充足的睡眠 大多数情况下 如果能在晚上12点前 上床睡觉最好 然后第二天早起 如果你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 那么第二天 你的工作效率通常会降低 当然 这也取决于你自己的节奏 如果你是个夜猫子 12点之后睡觉 也许对你并没有什么影响 你必须自己试试 但是睡眠不足 肯定会加速身体倦怠 第二 善待自己 读一本好书 看个电影 做个按摩 看看日出 到海边坐坐 散散步 洗个泡泡浴等等 善待自己 会给你的效率带来奇迹 同时 还能提升你的自信和自尊 三 项目选择 还记得帕磊托法则吗 找出那些带来了80%金钱的 20%的项目 然后把其余的都抛弃 放弃那些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投入大量精力 却回报相对较少的项目 对你所要接受的新项目 应有选择性 遇到自己不想要的项目更好 你可以把价格提高一倍 如果你仍然得到了这个项目 就把大部分都外包出去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深度管理 管理好你的时间 第一个 花几个小时明确你要做的事情 二 计划 前一天花15分钟 或者在你开始一天的计划之前 花15分钟的时间做计划 三 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 四 先做不想做又必须做的事 五 将时间进行区块化管理 学会说不 六 将类似任务分组 七 使用任务列表 八 记录中断日志 九 记录自己的时间 至少记录一个星期 我们再来说说冲突 一 为了理解而倾听 不是为了回答而倾听 二 二 谈判双赢局面 三 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 四 愿意迈出第一步 五 解释你的需求和原因 让别人知道他们可以如何帮助你 六 深呼吸 七 记住 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而是我们自己眼中的世界 再来说说整理你的电子邮件 一 为整理大收件箱留出时间 二 根据需要 整理或创建文件 三 将所有超过一个月的电子邮件 转移到临时文件夹 如果你六个月内都没碰过他们 请将其删除 四 将项目划分为较小的任务 每天花一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 五 保证每天晚上回家前 已将邮箱整理完毕 六 记住 现在就做 归档已被厚用 委托 存档 以供参考 删除 七 你越是拖延这项任务 邮箱就会越变越难看 八 早晨第一件事 就是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 九 让你的团队 仅备份真正重要的电子邮件 十 使用Scap 或类似的软件 处理内容相同的多个电子邮件 十一 至少安排一个上午或下午来完成 期间不受任何干扰 再来说说快速工作 一 设定目标 并为每个目标分配时间 二 保证遵守既定时间 三 避免分心 四 将类似任务分足 五 利用整块时间完成任务 不要让别人打断你 六 学会说不 七 专注于你的目标 将结果形象化 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八 记住 帕磊托原则 20%的努力 会带来80%的成果 再来说说工作太多 一 定义优先级 时间管理矩阵 二 为最重要的任务分配时间 并坚持下去 三 检查一下 你要做的事情 是否真的有必要去做 可以委派他人 或进行任务自动化处理吗 四 你是否需要和你的老板 谈谈你的工作量的问题 再来说说 当你依赖他人时 一 写下你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 二 写下这个人对你的言误 有着怎样的影响 三 提前考虑如何达成解决方案 或提出替代方案 四 使用积极的语言 五 和此人开个会 或打个私人电话 六 诚实 礼貌 善解人意 七 如果这个人无视你的要求 就和你的老板谈谈 我们再来说 如何应对干扰 一 学会以友好的方式 说不 稍后再做安排 二 告诉他人 从现在起 如果你的请勿打扰的时间段 得到尊重 你将不胜感激 三 使用耳机 四 去一个你不会被打扰的地方 五 将电话转到语音信箱 六 与同事协商 在你忙的时候 能够将电话转接 七 分析是否真的有必要 参加所有被邀请的回忆 八 帮助他人 但不要使之成为一种长期的习惯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来说深度管理的下半部内容 万事紧急 一 确定每项任务的轻重缓急 并检查其重要性 二 如果你到了所有事情都很紧急的地步 则必须调整工作量 三 分析你所有的任务都很紧急的原因 你是否在拖延 你做事有条理吗 你的同事做事有条理吗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吗 四 避免任务间跳转 五 用平静的声音解释你即将结束任务一 完成任务后你将进入任务二 六 礼貌地说明你的任务将何时完成 人们并不想听到你说你很忙 他们只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完成工作 注意力管理 一 把你一天要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 二 确定优先事项 三 承诺在一天结束前完成任务 四 奖励自己完成任务 五 请同事帮助你达成当天的目标 六 拔掉电话线 七 断开所有让你分心的事情 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是不受他人干扰的 我们再来说说 在践行过程中缺乏一致性和承诺 一 每天迈出一小步 如果你失败了 别泄气 第二天再试一次 二 记住 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这些 三 每天早上先做不愿意做 又必须做的事情 坚持一周并检测效果 四 奖励自己 五 使用易于使用的工具 比如列表 分组任务等 再来说说多任务处理 一 避免多任务处理 许多研究表明 多任务处理 效率极低 二 使用时间管理矩阵 一次只做一件事 三 你需要做到自律 避免经常查看电子邮件 不要回复短信或私人电话 不要分心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四 用时间块来计划你的一天 这样你可以把时间花在特定的任务上 并坚持到底 五 每当完成一项任务就休息一下 然后进行下一项任务 再来说说环境嘈杂该怎么办 一 用耳塞 二 将你的工作场所换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三 戴耳机 四 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早上中午或晚上做 五 如果事情变得很糟糕 那就出去走走 整理一下思绪 再来说害怕犯错 一 我们都处于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所以寻求帮助吧 你的老板会理解的 二 记住 紧张总比事后后悔好 三 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 从哲学的角度思考 我们从错误中学到了更多 四 和你的老板谈谈 说明哪些方面需要帮助 比如培训 指导 辅导等 跟进客户的问题 一 使用电子日历 二 像安排会议或其他任务一样 安排后续工作 三 设置电话闹钟 四 将问题作为一项任务写下来 并确保跟进 接下来应好奇而查看收到的电子邮件 第一个 关闭电子邮件提示音 第二 指定一天中访问电子邮件的具体时间 三 承诺不查看电子邮件 没有人能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 四 当你克制自己不去看收件箱时 奖励自己 五 记录下你每天来来回回 看邮件花了多少时间 并将之与你专注于工作 且每天只查看几次电子邮件时 所花费的时间 进行比较 当然 大家也可以把电子邮件 置换成微信消息 会议太多 一 评估你是否真的有必要参加所有的会议 二 如果参加 要一直待到会议结束吗 三 尽量安排几天不开会的日子 以便集中精力完成其他任务 四 派代表出席会议或完成其他任务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时间的重建 我希望您可以好好的听一听这一节 本节是对生活中最危险的时间劫匪 以及如何对付时间劫匪的一个总结 我添加了这一节以确保你的效率更上一层楼 如果你能对这些时间消耗进行有效的管理 它们是不会损害你的效率的 第一个电子邮件也可以置换为微信 关闭电子邮件通知可以提高你的效率 记住 每一次的BB声或者震动都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使你浪费7到25分钟的时间 1. 为自己设定一天中固定的时间来查看电子邮件 并设定一个时间限制 例如一天三次 每次半小时 分别在上午下午和晚上 2. 对于那些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回复的邮件 可以先给他们发一条简短的信息 比如您的邮件已收到 稍后给您详细回复 并将其添加到你的任务列表中 3. 整理你的电子邮件收件箱 4. 为私人邮件和工作邮件设置不同的账户 这样私人邮件就不会让你分心 5. 创建一条离开消息 告诉发建人你收到了他们的电子邮件 并且你将尽快回复他们 6. 为你发送的类似邮件 创建电子邮件模板 再来说说互联网 通常你会上网搜索一些信息 然后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午餐时间 这时你已经在YouTube上 随意浏览了两个小时的视频 人们很容易迷失在无尽的网络空间里 比如现在的抖音和头条 第一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远离网络 如果你必须上网 请记住 你要上网干什么 你要找的具体信息是什么 你想完成什么任务 第二 退出社交媒体账户 三 关闭手机上社交媒体应用的通知 四 利用空闲时间或休息时间使用社交媒体 例如 在超市排队时通过移动设备回复信息 我通常在火车上使用社交媒体 如果你在工作中需要使用社交媒体 那就为它安排一个固定的使用时间 在使用时专注于你的任务 如果没有安排 就不要开启 电话 并非所有的电话都很重要 你也不需要接听所有的电话 虽然偶尔你可能会别无选择 只能接听电话 第一个 尽量缩短通话时间 专注于重要业务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二 把电话转到语音信箱 让对方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回复 三 安排个时间给对方回电话 四 在特定的时间内 将来电转给同事 同事可以通知打电话的人 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打电话 为你的同事做同样的事情 这样他们也可以变得更有效率 再来说说会议 关于会议 我个人的意见是 要么跳过 要么不要 毫无成效的会议 显然对我造成了伤害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就把会议减到最少 并尽可能缩短会议时间 一 有一个明确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二 让每个人都知道会议的目标是什么 三 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在开会前 让与会者知道需要做什么 四 召开站立会议或步行会议 这样会议通常会更快结束 五 如果可以 尽可能使用谷歌环聊或scap来开会 而不是面对面会议 那在我们身边就可以更多地使用 丁丁会议或者是腾讯会议 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时间的重建 下集 我们再来说说同事 如果同事让你分心 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法来进行应对 一 与外界隔离 关上门使用耳机 二 在能够掌控自己的任务之前 对他人的请求说不 二 告诉别人你很忙 并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找你 四 稍后向他们提供帮助 再来看看杂事 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完成的 以下是处理这种事情的四种方法 消除 委托 外包 自动化处理 千万不要为你的同事 家人和朋友跑腿 如果你是为每个人跑腿的人 你将永远都找不到时间 花大量时间帮别人跑腿 帮了很多人的忙 每个人都会喜欢你这个好人 但你永远不会有时间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 你可能会破产 所以请你留意自己的工作 如果你为每个人跑腿 并且仍然很成功 拥有大量时间 请告诉我 我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 再来说说盲目娱乐 在检查我的客户的时间时 我发现很多时候 他们在一些不需要动脑筋的娱乐项目上 浪费了很多时间 电视 视频游戏 社交媒体 网络游戏等等 时不时地将思想 从工作中解放出来 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 是很重要的 但是 当你失去对它的控制时 或者当你无法区分 放松时间和工作时间时 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 请为你的工作和娱乐 设定明确的规则和时间 该工作时工作 该娱乐时娱乐 那说到这里 关于本书的全部内容 就分享到这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 我希望你过得开心 希望你现在掌握了很多技巧 并养成了一些好习惯 来帮助你提高效率 从而帮助你做更多的事情 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或者有更多的时间来赚钱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没有任何借口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 我没有时间陪你 大多数时候意味着 你对我来说不够重要 记住 你不必实践本书里的所有内容 只需从这本书里的 一两个习惯开始就可以 你甚至不必非得做什么大事 正如你从史蒂夫的例子中看到的 仅仅是每天改变一些小事情 就可以为你赢得大量的时间 重要的是要去做 记住 不断完成的小步骤 可以带来巨大的成果 不要等待未来奇迹般的解决你的时间管理问题 要学会自我掌控 从现在开始 我向你保证 一年后 你会感激自己 今天的开始 对于初学者来说 可以练习如计划 日程安排 优先级排序等基础知识 养成两到三个提高效率的习惯 并了解效率的内在游戏 你能行的 如果您可以抽时间 留下一篇真诚的评论 那就太好了 这也可以帮助其他人来找到这本书 当然 如果您支持的话 也可以给本书一个五星好评 并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祝您一切顺利 并愿您拥有更多的时间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